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分手了吗? 一个月前 我的前男友高调向一位白富美求婚 我本来只是打算凑个热闹 结果意外碰上了失散多年的霸道总裁亲爹 三个月后 前男友捧着花死缠烂打地求我复合 我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走开 你挡住我的视线了 我叫宋嘉文 直到今天 我还坚定地认为自己只是个勤工俭学 与妈妈相依为命的穷学生 下午下课时 夕阳染红了天边的云彩 我抱着课本走出教学楼 发现广场喷泉旁围满了人 人的本质就是爱八卦 我立刻像泥丘一样挤到了一个既能看清场面又不被误伤的绝佳位置 果然 我看见了我的闺蜜小朵 什么瓜 我顺手抓了一把他手里的瓜子 随口问道 小朵看见我脸上的冷笑 愣了一下 突然有些手足无措 怎么了 瓜不甜吗 他欲言又直 表情十分复杂 他小声说 是你初恋杜明宇准备向金融系的超级白富美求婚 说完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 我愣了五秒钟 然后装作若无其事地转过身 继续伸长脖子看热闹 我倒想看看这个书呆子会怎么求婚 挺好奇的 杜明宇是我在校工委勤工俭学时认识的学长 和我一样家境清贫 但一直努力 踏实 为人温和理智 我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在图书馆门口 他会露出那样疯狂的表情 我有才华 可是没有助力 我如何实现我的抱负 我们俩在一起 得多少年才能买房 才能在这城市扎根 他露出祈求的神情 家文 你能理解我吧 本来我还有点感慨 没想到他刚甩了我 就马不停蹄地追求起了白富美孙轩 他追得极为疯狂 写了一首又一首别角的情诗 众人纷纷摇头 我也只能感叹 世风日下 金钱迷人眼 轩轩 嫁给我吧 不远处 杜明宇深情告白 喷泉的水花 见识了他那件不合身的西装 我和他对面的白富美萱萱 一起捂住了脸 尴尬得不行 围观的人开始起哄 显然 这场求婚也就这样结束了 我正打算趁着大家不注意溜走 结果不知道哪位好事者大声喊道 那不是宋家文吗 他不会是来抢婚的吧 围观群众的热情瞬间被点燃 八卦的火焰一下子升高了好几级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我 感觉像有一万双脏手在刷我的脸 脸皮火辣辣地疼 大家纷纷议论 天呐 他肯定很伤心吧 才分手一个月 男朋友就去向白富美求婚 真现实 我要是他 早就不想活了 是啊 一年的感情竟比不上别人一个月 嗯 各位 我心里倒是很能接受 但你们的声音会不会太大了点 小朵气得脸色发红 抱住我 怒视着围观的人 宋家文不需要你们的同情 我心里十分感动 正打算抬头深情凝望他 结果他义愤填膺地喷出一句话 顺带一片瓜子皮飞进了我的眼睛 哎哟 我的眼睛 我瞬间痛得蹲了下来 眼泪哗哗地流出来 围观的人更激动了 天呐 他真的好伤心啊 那对狗男女真不是人 就在此时 一阵引擎轰鸣声 从主干道传来 大家纷纷抬头望去 我好不容易睁开眼睛 眼睛还红肿着 模糊中看到一辆炫酷的黑色跑车 停在了广场旁 车门打开 一条修长的腿胯了下来 好家伙 这不是上个月我们讨论过的财经杂志封面上的那个霸道总裁吗 真人比照片还帅 不过 帅有什么用 那可是个富得流油的钻石王老五 林氏集团的总裁 他怎么会来我们学校 我站起身 腿麻得不行 摇摇晃晃地在人群中被挤来挤去 还没站稳 那位西装革履的男人已经大步走到了我面前 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 大家都屏住了呼吸 我一脸猛逼地抬头 对上了一张英俊非凡的脸 他突然举起手机对着我的脸 盯着屏幕上的照片看了一会儿 然后低头反复对比我的脸和照片 接着猛地按住了我的肩膀 果然是你 等等等等 我大惊失色 手忙脚乱地打出一套防御动作 硬是把他昂贵的西装推得起了褶子 可他完全没在意 沉浸在久别重逢的感动中 眉眼间还带着一丝忧伤 突然 他注意到我红肿的眼睛 你怎么哭了 是谁欺负你了 他怒吼 周围的同学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杜明宇 钻石王老五的死亡凝视直直射向人群 我赶紧拉住他 这位先生 我们不认识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 像是被戳中了心事 露出一脸痛心疾首的表情 乖乖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他抹了抹帅气的脸 哽咽道 我不怪你 毕竟你是我唯一的女儿 这次 围观群众的惊叹声比之前还要大两倍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他却红着眼眶 微微弯腰 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走吧 乖乖 跟爸爸回家 这一切太离谱了 已经完全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也不好问太多 只好勉强点了点头 跟着他往外走 本来打算找个安静的地方 把话说清楚 就溜至大吉 结果我忘了 他的车就停在旁边 在钻石王老五满怀期待的目光中 众人或羡慕或疑惑的注视下 我只能硬着头皮 保持着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咬咬牙上了车 明明这位大叔开车进来的时候 像火箭贴地一样飞速 结果离开时却放慢了速度 悠闲地在众人面前缓缓驶过 才潇洒地离开校园 我偷偷瞄了他一眼 发现他一改之前的高调浮夸 皱着眉 神色清冷 我小心翼翼地问 这位叔叔 我之前认识你吗 他冷冷地回了一句 你当然不认识我 他连看都没看我一眼 那冷淡的态度让我差点觉得自己像个碰瓷的 莫名其妙地认他当爹 我咬着牙继续问 那您刚刚为什么那样说 他淡然答道 刚才的情况 我猜他就是因为贤贫爱富 劈腿甩了你 帅大叔单手握着方向盘 语气冷静 叔叔 您说话能不这么难听吗 我保持着表面微笑 心里有些无奈 我个人觉得 比起发现前女友其实是落难的公主 错过了一个低调的豪门 针千金 这对男人打击更大 他这番话的信息量太大了 我脑子转了好几圈才反应过来 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里感叹 将还是老的辣 当然 这是我自己推测的 如果你不喜欢这剧情 抱歉 他补了一句 我赶紧摇头 不不不 今天真是多亏了您帮忙 谢谢您 想了想 我试探性地问 那今天说的那些话 都是假的吧 他轻轻点了两下方向盘 扫了我一眼 关于别的都是假的 但我确实是你爸 话虽如此 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我深呼吸 强压下心里的疑问 试探着问 有更严谨的证据吗 他轻笑一声 你们学校今年的体检 是我赞助的 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既然如此 您不觉得您对我这个女儿的态度有点冷漠吗 他沉思了一会儿 淡淡地说 是吗 我倒不觉得 我在旁边偷偷翻了个白眼 他接着说 也许你说得对 不过说实话 对你这个从没见过面低女儿 我确实没什么感觉 红灯亮了 他斜眼瞥了我一眼 打亮了一下 语气平淡 资质也就那样 这下轮到我愤怒了 才见面就人身攻击 这是什么爹 我冷笑着回应 哦 是吗 您也和我想象中的爸爸差得远呢 难怪我妈当年看不上你 他倒是笑了 笑了好一会儿才正经起来 现在看来 你倒有点像我的女儿了 他忽然话风一转 说正是吧 我需要你帮我个忙 帮我把你妈追回来 我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做梦 这下轮到他不满了 握紧拳头 咬牙切齿地保持微笑 会有好处的 比如给你安排相亲 我退了一步 不可置信地看着他 这叫好处 妇女关系还没修复呢 上来就催婚 不太合适吧 他凉凉地瞥了我一眼 段氏集团的小少爷还未婚呢 听说他开的律师事务所挺不错 我瞪大了眼睛 他继续平静地说 前几天 那个电视剧里的新晋小生来我们家吃饭了 我惊呼 等等 邻居家的儿子也是国家基建队的 这两天回家探亲 又高又帅 还很有礼貌呢 既然你不感兴趣 那就算了 我赶紧拍了一下车一辈 爸 相不相亲不重要 我想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 他露出满意的笑容 好吧 作为长期合作的条件 我给你配一套房子 再给你找个管家 今晚到位 负责你的人身安全和日常起居 我无嘴假装娇羞 我要一个一百八十五厘米 有八块腹肌 空手到黑带 能出道的绅士型管家 脾气还得好 谢谢 帅爹翻了个大大的白眼 懒得理我 车缓缓驶入一片别墅区 不 应该说是豪宅区 我两眼发光 看着窗外 哇 这个屋顶还有无边泳池 好气派 帅爹不为所动 目不斜视地开着车 我转头继续兴奋地看着 哇 那边的美式小洋楼好漂亮 绿植都快一出来了 接着 我又看到一座中式园林风格的宅子 哇 这园林也太精致了吧 他还是不理我 继续开着车 最后在一座巨大的庄园前停了下来 我张大了嘴 简直能吞下一个鸡蛋 帅爹长腿一脉 下车后 绅士地为我打开了车门 我蹦蹦跳跳下了车 站在气势恢弘的庄园前 赞叹道 您可真有实力 我住这里吗 哪一间 帅爹露出优雅的笑容 指了指马路对面的一栋小洋楼 你住那边 我瞬间满头黑线 虽然那栋小洋楼看起来也很精致 但在旁边这座庄园的硬衬下 实在是小屋见大屋 我扶着车门抱怨 您这是不是有点失望了 停车这么精准 摆这么大架势 我还以为能住这里呢 他淡定地说 不会的 因为我住这儿 我彻底猛了 赶紧跑过去抓住车门 啥意思 你不是来接我回家的吗 他露出一副比我还震惊的表情 你都上大学了 还想和爸妈住一起 他理直气壮地说 这座庄园是我为你妈妈建的 当然希望二人世界不被打扰 至于你那边的小洋楼 是我给你准备的 既自由又舒服 还有问题吗 我无语插腰 还有一个问题 我怎么进你家呀 大佬 帅爹瞥了我一眼 露出高冷的眼神 你这个亲生女儿 还真是问题多 门锁是人脸识别的 如果你不喜欢 可以重新设置 车库里有辆车给你代步 车钥匙 房产证 零花钱的银行卡 都在一楼客厅的桌上 管家会在两小时内到达 如果你想走毒 或者住校回家 任何手续都可以让管家帮你办 需要做饭 打扫 修剪滤植的话 只要翻动服务牌 庸人就会过来处理 这些安排够贴心了吗 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愣愣地看着他 他一连串地解释 像机关枪似的 我心里感叹 中国说唱戒 真是失去了一个天才 我勉强微笑着说 不够暖 但没问题 然后帮他关上车门 晚安 高冷爹 我欢快地蹦跳着 进入了我的小洋楼 进去后发现 这地方比想象的还要惊喜 房子有三层 室内装修是北欧风混合日式原木简约风格 最让我惊喜的是后院居然有一处温泉 建在大树下 用岩石和木材围成 蒸腾的热气在寒风中格外诱人 我捂住心口 天哪 这简直就是我人生的终极梦想 我快速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找到惯喜室 摸到一件崭新的浴袍 立刻冲向温泉 泡在热腾腾的水里 喝着冰箱里的气泡水 我长叹一声 富贵真是让人沉迷呀 我正泡得迷迷糊糊 快要睡着时 门铃响了 我匆匆裹上浴袍 迷迷糊糊地跑到客厅 站在楼上围栏处往下看 只见门口站着一个高挑的男人 在门口的灯光下 浑身被皎洁的光笼罩 仿佛中世纪的贵族王子 他戴着金边眼镜 长身玉丽 见到我 他轻轻笑了一下 我的心脏跳得几乎要停了 请问你是 我终于从混乱的思绪中清醒过来 他扶了扶眼镜 微笑着说 你好 我是你的管家 四东阳 二十四小时随时待命 我瞬间愣住了 心里暗想 我那位爹也太夸张了吧 我随口一句玩笑话 他居然真找来了这么个完美的管家 看他站在那儿 长得这么好看 我不禁想到 这么帅的人来当管家 简直是浪费了 见我愣住 四东阳礼貌地敲了敲门 微笑着问 我可以进来吗 我像直裹得过多的粽子 慢慢挪过去 保持着距离 警惕地问 你怎么证明你是管家 他再次推了推眼镜 微微抬头 我这才注意到他那双狭长的眼睛 目光慵懒却又锐利 仿佛带着云雾般的朦胧 却又能看透一切 他的眉目带着浅浅的笑意 春风般温暖 小姐有防备意识是对的 这样我也放心 她说的一本正经 听上去好像对自己工作量减少很开心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对我有意思呢 她伸出长臂 从围栏上递过来一叠文件 这是我的简历和林总的合同 还有亲子鉴定报告 我接过文件 随手翻了翻 延峰 一百八十六公分 滕孝硕士背景 嗯 不错 我嘴角微微抽动 想不到现在竞争这么激烈 滕孝硕士都来当管家了 一时间 我对人生的前景灰心丧气 觉得日子没什么劲 请进吧 我无精打采地开了门 让她进来 似东阳迈着长腿跟上来 始终与我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她开口道 小姐似乎有些失望 是我哪里不讨小姐喜欢吗 她这话真是扎心 我一边走一边回过头 假笑着说 没有了 只是一颗独立女强人的心碎了而已 我趴在软绵绵的大床上 气呼呼地按着手机 没过多久 四东阳轻轻敲门 我打开门 看到桌上已经放着热腾腾的牛奶和汤 她绅士地为我拉开椅子 指了指桌上的东西 小姐的作业我已经帮忙叫对过了 您的基础很好 原稿没必要改动 我只做了一些小的调整 添加了批注 您可以选择性修改 我正啃着一块点心 听到这话 整个人像八音盒一样 缓缓转过头 心里复杂的不行 竟然连作业辅导服务都有 四东阳露出微笑 如果小姐需要 我可以全程陪同上课 课后辅导和考前突击 保证成绩全优 我连忙摆手 别别别 您都硕士毕业了 这活太浪费了 我点起脚拍了拍她的肩膀 语重心长地说 少年人 内卷到这地步 对后背也太不友好了 第二天早上 四东阳开车送我到学校 远远的 我就看到小朵像只长脖子的鹅一样 四处张望着 我一下车 他立刻冲过来拽住我 你真的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他转头一看驾驶座上的四东阳 他轻笑着点了点头 算是打了个招呼 小朵的嘴和眼睛同时张圆了 惊讶地看着我 这位是管家 管家两个字实在太资本主义了 我一时竟说不出口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小朵一拍手 顿悟道 哦 我明白了 这肯定是你定的娃娃亲未婚夫吧 我被他的脑洞给震住了 他继续兴奋地猜测 你老爸急着把你找回来 是不是为了替价联姻 你是不是还有个嫡姐 我满脸无语地看着他 你小说看多了 停到错了 我偷偷瞥了一眼似东阳 他脸上带着笑意 丝毫没有被冒犯的样子 眼眸明亮 像被微风搅动的春水 我不知为何 脸红了一下 他微笑着对我说 放学我来接你 我顶着小朵八卦的眼神 赶紧拽着他 快速离开 今天的课 是由以严厉出名的段教授讲的 虽然大家对我充满好奇 但都不敢随便说话 我们选了一个靠墙的位置 小朵主动坐在外侧 帮我挡住了大部分探究的目光 下午只有一节课 下课后 我和小朵结伴走出校园 走到学校的临音道时 远远就看到 昨天求婚的主角杜明宇 站在一棵大树下 我无奈地抽了抽嘴角 面无表情地 准备从他面前走过去 小朵本来拉着我的手 忽然紧了紧 吃笑道 哪来的狗在乱叫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手背 别理他 走吧 嘉文 然而杜明宇却上前几步 挡在了我的面前 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努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平静 哟 这不是杜大才子吗 怎么 今天在这儿堵我 不怕你的轩轩女神吃醋 杜明宇有些恼火 开口道 嘉文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我也会尽力弥补 但没想到 你为了弃我 竟然假装成什么财阀千金 你有没有想过 谎言迟早会被揭穿 他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让我和小朵面面相去 仿佛吞了一个飞鱼罐头 满脸难以置信 我心里暗自嘀咕 原来他竟然这么自以为是 我悄悄掏出手机 给颜峰发了一条信息 能不能借我一辆拉风的车 快来救场 收起手机后 我抬头看着杜明宇 语气冷淡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说的都是真的 只是我不愿意显露出来而已 我想起了帅爹昨天的说法 故意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 我一直在找一个不因为我爹是谁 而是因为我是谁才爱我的人 你没通过考验 已经出局了 别再自欺欺人了 杜明宇猛然上前一步 吓得我和小朵往后退了好几步 宋家文 别再演了 你根本不擅长撒谎 我们一起勤工俭学 你以为我一点都没看出来吗 他说得理直气壮 小朵再也忍不住了 愤怒地回对道 你眼瞎呀 谁抛弃了家文 让他成了全校的笑柄 现在还来装什么好人 杜明宇依然死缠烂打 我知道我错了 我会弥补 家文说谎只能让你越陷越深 我不想看着你继续走错路 不得不说 杜明宇的长相确实蛊惑人心 说话也显得十分诚恳 可我只觉得恶心 冷冷地看着他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 就别再提在一起这三个字 和你在一起 是我人生的污点 你别把它当成你的荣耀 说完 我拉着小朵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小朵默默地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走到校门口时 一辆红色跑车 如火龙般呼啸而来 停在我们面前 下午的阳光下格外亮眼 阎峰迈着长腿下车 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 我抬手一把搂住小朵的肩膀 走吧 朵儿 我送你回家 跑车重新启动 发出低沉的轰鸣声 我从车窗瞥了一眼外面 杜明宇依然站在校门口的石阶上 像一座僵硬的雕像 回到家时 夕阳已经西沉 整个小楼笼罩在金黄色的光运里 我索性抱着笔记本 在廊下坐下 准备搞定今天的作业 还没敲几个字 小朵的夺命连环电话就来了 我接起电话 懒散地问 怎么了 这么快就想我了 小朵焦急地喘不过气 家闻 快上校园论坛 快点 我无奈地安抚她 别急 我马上打开 说着 我一手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点开了校园论坛的链接 看到论坛首页飘红加粗的报帖 我没忍住脱口而出 谁干的好事 帖子标题赫然写着 国贸系灰姑娘宋家闻变凤凰 是隐藏的千金小姐还是富家公主 我咬着后槽牙挤出几个字 这是谁干的 小朵仔细看了看照片 猜测到 难不成是杜明宇 她嫌疑最大 我往下翻了翻帖子 发现上面贴着的照片 角度恰到好处 拍得相当清晰 是今天握上跑车的那一幕 我气得握紧了拳 本来今天想让杜明宇这个自以为掌控一切的绿茶男 看清现实 没想到却引发了这么大的波澜 就在这时 一条柔软的绒毯 披在了我肩上 我回头一看 颜峰微微侧着脸 夕阳的余晖映在她的发烧上 给她增添了一丝温暖的气息 她单膝跪下 为我披上毯子 又瞥了一眼我电脑上的内容 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时声音有些冷 我来处理 你不用担心 她说完 安抚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正准备起身 我赶紧拉住了她的手臂 抬头看着她 我觉得与其赌不如输 舆论也是一样的 她微微皱眉 显然有些疑惑 小姐的意思是 我抬头看着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像春日的碧水 又如秋日的琥珀 令人不自觉地陷入其中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小朵早上说的话 我鬼使神差地说 要不 你假装做我的未婚夫吧 严峰愣了一下 随即我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就是那种家族联姻 不得不嫁的情况 长辈让我们先接触看看什么的 然后 你陪我在学校走两天 演演戏就行 她很快恢复了平静 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 好 她答应得这么痛快 倒让我舌头打结 本来准备好的一通软磨硬泡 都吞回去了 我磕磕巴巴地说 你要是觉得为难 她轻轻俯身 靠近了些 语气中带着一丝调侃 不为难 她微笑着说 既然决定了要演戏 就要做到天衣无缝 她的语气从容 让我心里莫名有些慌乱 为了这个假扮计划 我在房间里倒估了两个小时 自信满满地将一叠厚厚的资料甩在严峰面前 严峰正在餐桌前翻看英文杂志 看到我那堆密密麻麻的计划书 愣了半天 才拿起来仔细看 资料上写着 宋家文反击计划1.0草案版 我得意地抬起下巴 严峰看着我的表情 明显有些无语 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 伸长脖子盯着她 活像一个做思想工作的热心大姐 少年人 我们的目标应该是 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做事不做好周全的计划 怎么迈向辉煌的人生呢 我自顾自开始讲道理 直到发现 我们之间的距离过于近了 严峰的眼神太过灼热 我本来心无杂念的心 忽然莫名有些紧张起来 小姐说得对 那我就按照你的计划去做 严峰体贴地一开视线 低下头开始仔细阅读我写的脚本 我知道短时间内 让她消化这么多内容 确实有些勉强 便拍了拍她的肩膀 满怀信任地说 虽然这事儿对我们俩来说都是新手上路 但只要准备得足够周全 一切都能搞定 她抬头看着我 我也对她点点头 握紧拳头继续激励道 你可是名校硕士 我相信你 严峰轻轻推了推眼镜 微笑着看着我 认真的问 那小姐 我们从哪部分开始准备 我站起来 哗啦啦翻动手中的资料 翻到第三页 指着上面说道 首先 当然是你的一眼外在形象 虽然你已经很帅了 但我们需要的效果是更高贵 优雅的那种 我拖着下巴来回踱步 继续分析 当然 这方面你不用操心 我会让老爹解决 不会让你贴工装费的 我一副打工人心态 还自诩是个好领导 严峰轻轻笑了笑 好的 我稍后去找林总商量 他笑得更灿烂了 我也欣慰地点点头 看着他这副模样 员工关怀 果然能带来工作幸福感 第二点就有点难了 我皱了皱眉 继续说道 毕竟我们得塑造出你 对我情根深重 穷追不舍的背景 所以我让小朵帮忙总结了我的日常习惯和喜好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 感觉有些不好意思 脸上微微发烫 颜峰闻言 声音低沉地说 小姐 这有点作弊的感觉 我尴尬地摆了摆手 哎呀 这只是个参考 毕竟我明天要面对的都是已经相处了一年的同学 要是小细节露出破绽就不好了 话还没说完 他忽然站起身 走到我面前 距离近的有些压迫感 他的目光清澈 眉眼舒展 专注地看着我 小姐的喜好 本该由我用心观察 慢慢摸索 这些资料 他摇了摇手中的文件 算是帮我走了捷径 这样太容易了 我会觉得愧疚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天哪 这世上竟然还有这种人 居然有人会觉得 给他标准答案 反而降低了难度 不走弯路竟让他感到不安 我震惊地舌头打结 嗯 没事 不用太努力 职场中能走捷径的是 不走白不走 他往前走了一步 距离又近了一些 他太高了 我不由自主地后退了半步 感受到一丝压迫感 他缓缓说道 这份资料只能给我 他的语气里 竟带着一丝不容拒绝的命令感 我急忙点头 心里咕弄着 这家伙竟然有点像上位者的气势 他见我同意 才后退一步 恢复了他 平时那种温文尔雅的气质 我会仔细看的 小姐早点休息吧 他坐回桌边 继续翻阅资料 我脑袋一片空白 竟然忘记了 自己接下来想说什么 看到我呆呆站着 他对我露出一个安慰的笑容 不用担心 明天有我 第二天一早 我正对着一大堆名贵化妆品鼓道 刚弄出点像样的样子 小朵的夺命连环 call就又来了 我接起电话 还没开口 小朵的声音就从听筒里炸出来 宋家文 你怎么还没到学校 机会要抓住 时机是关键 快来埋伏好 抓住最佳时机 我揉了揉耳朵 匆忙穿上外套 左手抓着包 右手提着书 肩膀夹着手机 风风火火地冲出门 知道了知道了 我来了 今天天气好的出奇 天空清澈地没有一丝云彩 阳光透亮 空气清新 我刚走出小洋楼 外面的强光让我有点不适应 不由微微眯起眼 这时院子外传来低沉的引擎声 接着是车门关上的声音 我睁开眼睛 眼前的场景让我愣住了 门外停着一辆低调奢华的麦巴赫 一位身材高挑的男子从车上走下来 他戴着金边眼镜 穿着一身烤旧的黑色风衣 里面搭配着高领毛衣 整个人散发着冷静而又温柔的气质 他的眉眼灵力却不失柔和 阳光洒在他发烧 净透着一种温暖的光辉 他走近我 微微俯身 捡起我不小心掉在地上的书本 我呆呆地看着他 这一切像是慢动作般 我的心跳仿佛露了鸡拍 你 阎峰 我这才回过神 尴尬地挠了挠头 脸瞬间红了 天哪 他平时就已经很帅了 今天一打扮 简直帅得不像话了 阎峰微微抽动了嘴角 似乎忍俊不禁 电话那头的小朵还在催促 你快点啊 我匆匆回应他 马上来 然后挂断电话 阎峰轻轻接过我的包 笑着说 走吧 未婚妻 我心里顿时一片晴朗 跟着他往外走 麦巴赫优雅地停在学校门口 我一下车 小朵就在电话里压低声音提示 三点钟方向 学生会那帮八卦狂来了 我帮你拖住了校园论坛管理员 快去表演吧 我整理了一下头发 背上包 猛然下车 尽量保持着气场强大的姿态 砰的一声关上车门 顿时吸引了周围不少人的目光 我蹬着小皮靴快步走向校门口 眼看着快到正中心最显眼的位置 颜峰忽然快步赶上来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 我顺势转身 甩了一下卷好的长发 露出优雅的脖梗线条 冷冷地喊道 放开 周围人的目光瞬间刷刷地射了过来 回头率飙升到了百分之八十 那不是宋家文吗 什么情况 这么抓马 我心里虽然有点害羞 但效果确实很好 我微微红了脸 但依然装作镇定自若 继续朝前走 前天你爸爸告诉我 终于找到你了 我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为什么你就是不肯正眼看看我 颜峰拉着我 轻轻把我往他那边带了一步 眼眶微微泛红 眼中隐隐有泪光 但他强忍着没让他流出来 显得既受伤又心碎 影帝级别的演技呀 我在心里暗暗为他鼓掌 这帅哥居然还能演出如此深情的舔狗戏码 真是太帅了 看得我心都软了 我们这段戏直接吸引了路人的注意 大家纷纷驻足观望 嗯 回头率百分之一百达成 我冷静地回到 强扭得刮不甜 我会和我父亲解释清楚 解除这荒唐的婚约 我故意把父亲和婚约这两个词 咬得特别重 前天那个真是他爸 黑他的人也太过分了吧 不确定 再看看 想着我竖起耳朵 听着周围的动静 心里默默得意 你等着 我绝不会放手的 阎峰轻轻捏了捏我的手腕 我赶紧绷住表情 他眼中带着一丝疯狂的亮光 仿佛冰冷的碎片中燃起了火焰 但点到为止 再多就过了 我假装愤怒地跺了跺脚 转身往学校里走 阎峰则紧随其后 第一场戏结束 阎峰表现得滴水不漏 畅念作打 样样精通 走到没什么人的临音道上时 我立刻给他竖起大拇指 厉害厉害 他微微勾了勾唇脚 小朵一脸惊叹地追上来 你俩简直绝了 这戏码让琼瑶阿姨看了 都得喊内行 谁编的剧本呢 我得意地摆摆手 当然是我 大才子宋家文亲自操刀 小朵捂着脸 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认识你这么久 我居然不知道 你能写出这么肉麻的台词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好了 别贫嘴 快走吧 不然迟到了 你继续帮我盯着论坛 我们随时准备上场 话还没说完 我就见到了所谓的冤家路窄 老远就看见杜明宇 像个大内总管似的 跟在朱萱萱后面 我不由地转头看了眼旁边的颜峰 他一手提着我的书包 神态从容 气质优雅 人和人的差距 怎么就这么大呢 对方显然也看到了我们 我本来不打算理会 但杜明宇显然不知死活 阴阳怪气地开口 这么着急找个演员来帮忙 跑得这么慌张 可笑了 我转头冷冷地看着他 可笑的是那些靠诋毁女生博存在感的臭虫吧 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不自在 我冷笑着逼问 怎么 不说话了 心虚了吗 杜明宇的脸清一阵红一阵 几步之外的朱萱萱也回过头 露出质疑的眼神 没等杜明宇再开口 阎峰已经上前一步 站在我身边 目光冷冷地注视着他 家闻什么都好 就是眼光差了点 他看了看我 一脸无奈地揉了揉我的头发 也是 你这么善良正直 最容易被这些披着温柔皮囊的伪君子骗了 我和小朵瞬间打了个寒战 一直到我们走进经济法教室 小朵还在巧声感慨 真的 明年的金马奖没你俩可不行 我连忙让他晋升 大姐 这可是第一排 别瞎说了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做第一排呀 小朵摊手问 我神秘一笑 特别安排呀 延峰可是法学硕士 经济法老师又特别喜欢点生脸的学生回答问题 等会儿他被提问 宋家文的未婚夫学霸的名头就要传遍论坛了 我脑补了一下今晚论坛上的热门话题 忍不住低头黑黑笑了起来 然而 事情并没有按计划发展 老师虽然多次扫视了延峰 却始终没提问 直到下课 我灰头土脸地走向食堂 小朵一本正经地摇头感叹 宋家文的高光时刻 简衣 真是锦衣夜行 毫无意义 延峰看着我 无奈地笑了笑 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太执着 反而容易事与愿违 我苦笑 算了 本来只是防备被提问 是我太着急了 说完 我振作精神 走吧 吃饭去 下午是高树大课 我们和金融系的学生一起上 刚进教室 就感觉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目光 大家原本唧唧喳喳地说话 现在都变成了小声窃窃私语 场面活像村头的大妈大爷在开茶话会 我和小朵悄悄溜到了教室的后排 刚坐下 小朵就拉了拉我 你家影帝呢? 我低声回答 他说有点事 晚点来 可能再打电话 他朝前方挪了奴嘴 你看 杜明宇那个奴才在前排陪着他的女神呢 你这么低调干嘛? 高树老师是出了名的佛系 不爱提问 所以我也没太担心 但过了一会儿 教室后门那边传来一阵骚动 我回头一看 只见颜峰大步走进教室 单手插在大衣口袋里 另一只手提着一个牛皮纸袋 气质从容淡定 仿佛身后的一切吵闹都成了背景 他走过来 把牛皮纸袋放在我面前 轻声说道 烧鲜草 葡萄干 和花生 他坐下 满条丝里地拆开吸管 我低声问 你说有事 原来是给我买甜品啊 心里突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情绪 他微笑着帮我插好吸管 用纸巾包好后递给我 据说你上大课不喝烧鲜草会打瞌睡 我愣了一下 连这种小事你都记得 他轻轻一笑 你说过 做事要么不做 要做就做到最好 我们一边叙叙叨叨地聊着 忽然感受到一股强烈的怨念 我转头一看 小朵正满脸忧怨地盯着我们 酸溜溜地说 现在的小情侣都这么不顾及旁人感受的吗 严峰见状 立刻从袋子里拿出一杯饮料 这杯是给你的 小朵接过饮料 表情瞬间缓和了不少 我看着饮料上的标签 下巴差点掉到桌上 连忙从包里翻出昨晚写的计划 才想起自己忙得忘了准备这一环 仔细一看 我才发现小朵在我的习惯备注后面都用小一号字体打了括号 写着说明 宋家文上大课必须喝烧仙草 口味在备注里 还必须和他的闺蜜小朵分享不同口味 我瞳孔地震 满脸黑线 这也行 小朵得意地抬了抬下巴 我转头看向严峰 你全都背下来了 严峰轻轻咳嗽了一下 握拳放在唇边 我做了些功课 据说这是新型的婆媳关系 搞不定闺蜜 就讨不到老婆 小朵凑过来 一副如此可笑的表情 这时 教室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周围的目光都齐刷刷地投向我们 我们这才意识到 有些不对劲 原来 高树老师点名了 倒数第四排的那位男同学 这道题 你来回答一下 我环顾了一圈 倒数第四排 只有一个男生 不就是严峰吗 完了 我脸刷得一下红了 彻底射死 根本没在听老师讲什么 小朵小声着急地问我 国外法律系学高数吗 我假装认真看书 崩溃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 不知道 教室里静得能听见一根针掉在地上 大家都竖着耳朵 探究地幸灾乐祸的目光扫过来 阎峰站起来 手指随意地按在桌上 声音平静 又不疾不徐 当拉克斯绝对只小于一时 所给极数收敛 我悄悄抬头看他 看到他推了推眼镜 专注地侧脸轮廓分明 讲解得清晰有条理 随着他话音落下 教室比刚才还要安静 很好 回答得不错 高数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位同学的学号是多少 我要给他加十分 我弱弱地举起手 抱歉 老师 他是我的未婚夫 今天陪我来上课的 老师愣了一下 疑惑地问 原来是宋同学的家属 我怎么记得你和杜同学曾是一对 不知是谁发出了一声兴奋的怪叫 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 大家脸上仿佛写满了吃瓜吃过头的表情 都憋得快要爆发出来了 我皮笑肉不笑地回道 老师您说笑了 杜同学志向远大 他是那种一飞冲天的灵霄花 而我不过是想脚踏实地搞学习的普通人 怎么可能和他有什么关系 话音刚落 教室里居然响起了嘻嘻啦啦的掌声 还有人吹了个调侃的口哨 高树老师倒也开明 笑呵呵地示意大家安静 脚踏实地是好事 你和你家属强强联合 都很优秀 要继续保持 我坐下时心情舒畅 感觉像是打了胜仗的将军 接下来 老师继续讲课 气氛稍微平静下来 没有再出什么意外 下课灵一响 小朵凑过来问 文姐下一场戏怎么安排 我背起书包 漫不经心地说 我得去孝宫围打工 小朵瞪大眼睛 什么 你不是大小节了吗 还打什么功 我笑道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该打的功还是得打 走吧 朵老师 赶紧回家去 小朵一脸不解 你什么时候觉悟这么高了 我推着他走 哪儿的话 别想那么多 他只好转身向校门口走去 我拽了拽延峰 走吧 今天忙了一天 得解决点证事了 校工伟的工作虽然不难 但琐碎又繁杂 很多人不愿意干 我和延峰配合默契 整理装定了一大堆资料 其他人陆陆续续来了 杜明宇的室友张图一看见我 忍不住酸酸地开口 哟 千金小姐也来打工呢 真会作秀 我头也没抬 继续整理手上的资料 动作一气呵成 几天不见 张同学贵人多忘事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把整理好的资料递给延峰装定 拍拍手走到张图面前 我叫宋佳文 做宋佳文该做的事 有问题吗? 张图满脸不服气地看着我 我冷笑一声 不像某些人 除了做杜明宇的室友 还能做点什么? 小管理员张同学 论坛那些见不得光的事你还记得吧? 我一拍桌子 逼试着他 他耿着脖子 瞪着我 发帖自由 懂吗? 谁让你自己有把柄被人抓住的? 我站直身体 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发帖自由可以理解 但你删掉澄清的评论 操控舆论 这是你干得不地道吧? 你配做管理员吗? 正僵持着 校工委的老师进来了 身后跟着论坛的总管理员 吵什么? 老师不悦地皱着眉 我立刻走过去 冷静地对老师说 老师 我质疑张图同学协助别人污蔑我 删掉为我澄清的评论 空评舆论 请老师帮忙查一下 张图站起来 你凭什么说是我干的? 我转头看向总管理员 诚恳地说 学长 我知道管理后台可以查看处理记录 麻烦帮我查一下 看看是谁滥用职权 旁边的老师严厉地瞪着张图 张图 别撒谎 处理记录和工作日志都能查出来 张图翻了个白眼 不再说话 我冷哼一声 不再和他纠缠 转头对老师和管理员说 老师 学长 我认为论坛不能沦为谢私奋的工具 每个人的名誉都很重要 老师点了点头 管理员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显然很尴尬 阎锋 这时走上前来 轻轻扶住了我依然气愤不已 但挺直的肩膀 根据刑法第246条规定 以暴力或其他手段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 情节严重的 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阎锋递出一张名片 阳光照射下有些反光 从我的角度只能隐约看到好像是三个字 我满腹疑虑 但此时也只好暂时搁置 我们的诉求是删除诽谤帖 置顶道歉信 并撤销他的管理员职务 阎锋一贯温和的神情 此刻变得伶俐 目光如见 否则我们将采取法律手段解决 周围的人顿时尽若寒蝉 老师也若有所思 阎锋环顾四周 继续说道 当然 如果大家能秉公处理 还我未婚妻一个公道 以后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也乐意提供帮助 说完 他拍拍我的肩 事已该走了 今日叨扰了 若还有疑问或质疑 随时联系我 我们先回去等待你们的调查结果 我转身跟老师打了个招呼 老师 这两周的工作台账我已经整理好 放在办公桌上了 我就先走了 走出校园 已经没有了拥挤的人潮 我和阎锋慢慢步行在路上 我伸了个懒腰 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书场 你真的是律师吗? 已经开始实习了 我好奇地问 阎锋点点头 回国后就开始实习 挂了证 我又追问 什么时候准备的名片 我怎么看上去像是三个字 他表情微微一致 但很快恢复自然 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哦 没准备 那是之前律所前辈的名片 正好拿来用了 回头跟他打声招呼就好 虽然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但我也没多想 趴在沙发上悠哉悠哉刷着手机 学校论坛上诽谤我的帖子已经被删除 顶端挂着一封大红字道歉信 致宋佳文同学的道歉信 我满意地欣赏了一番 又往下翻了几页 发现几张拍得还不错的照片 都是今天我和颜峰的抓拍 看起来郎才女貌 颇为般配 我正美滋滋地看着 电话突然响了 是我妈打来的 我甜甜地应声 妈咪没想到她一开口就冷酷地说 滚 听说你谈恋爱了 我差点没把手机摔了 妈 您听谁说的 我身边还有线人啊 看了你们学校的论坛 我妈淡淡回道 还没等我解释 她直接甩下一句 明天带回来见 接着电话就挂断了 我捂住脸 心里哀叹 这都是什么事啊 车子在高速上急驰 车内的气氛有些沉默 我犹豫着开口 不好意思 大周末还让你陪我出差 颜峰笑了笑 我本来就是随叫随到 何况是为小姐办事 她语气轻松 但我察觉到她今天的状态有些不对 心情似乎有些紧张 怎么了 是不是没休息好 我关心地问 她摇摇头 手指轻轻敲着方向盘 不是 只是有点紧张罢了 我靠在座椅上 安慰道 别紧张了 我妈挺随和的 见了你肯定喜欢 可我没想到 我们刚进门 就看到 我妈一身空手道服 站在客厅中央 冷冷地对着颜峰抱拳 请赐教 我顿时傻眼了 赶紧劝道 妈 您这是认真的 空气似乎瞬间凝固 我妈一个剑步上前 迅速出拳 颜峰连忙抬手格挡 手里拎的礼盒 霹里啪啦掉了一地 我站在旁边看着 完全不知该如何是好 我妈眼神一亮 一个回旋踢过去 好家伙 另一半礼盒 也跟着散落一地 我一边心疼地捡礼盒 一边缩着脖子 看着这武打场面 颜峰被逼得步步后退 不敢还手 也不敢用力 显得有些狼狈 眼看他快被逼到门外 我忍不住开口 妈 您这样待客 不太礼貌吧 我妈扫了我一眼 你倒是护着他呀 我一脸无奈 妈 您别踢坏了门口的鱼缸 那可是您养的宝贝 我妈立刻停住 表情一变 你怎么不早说 一边说着 一边跑去检查他的鱼 等到战场终于平静下来 颜峰的头发有些乱 愣愣地看着我妈的背影 难难自语 现在我明白 为什么林董这么多年 对宋阿姨念念不忘了 我哭笑不得 大哥 你这话是夸我们 还是在阴阳怪气呢 他微微一笑 我竟然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一丝宠溺 顿时 我有些发愣 不会吧 他这是假戏真做了 吃饭时 气氛好了很多 我妈笑眯眯地端上一盘香菜猪肝和香春半豆丝 热情地对我说 宝贝 快尝尝 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菜 我闻着那股浓烈的猪肝胃 忍不住一阵反胃 心里满是黑人问号 我最讨厌吃猪肝啊 妈你搞什么 颜峰倒是笑得温暖如春 接过我妈手里的菜 摆好 又帮我妈拉开椅子坐下 然后不动声色地把我面前的猪肝换成了糖醋排骨 我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这场饭局里 宋女士的面试已经悄悄开始了 还好之前颜峰接受过突击培训 不过我还没松口气 就见我妈露出了一丝满意的笑容 调整了一下坐姿 我心里警铃大作 不好 她要发问了 果然 我妈开始了她的连珠炮式提问 身高多少 哪里低业的 186 耶鲁法学院 颜峰对答如流 从容不迫 两人你来我往 短短几分钟内已经过招好几回合 蜜月旅行打算去哪里 请简述你的婚恋观 听我拍阿尔起 两人都被我吓了一跳 目光齐刷刷地扫射过来 可以了可以了 先吃饭先吃饭 我善善坐下 堆着以和为贵的笑容 赶紧申请休战 吃完饭 天色已晚 宋女士把我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 满脸慈祥地欢迎颜峰入住 看来这第一关是过了 颜峰自告奋勇去洗碗 我赶紧跟去帮忙 在出来时 只见宋女士站在阳台上 望着万家灯火出神 我走过去 关上阳台的门 宋女士回头看我 叶峰撩起她的发烧 有一种颓唐的美感 是不是你爸找到你了 我惊讶地张大嘴巴 您怎么知道 就说呢 这么优秀的男生突然看上你 这不是骗子 就是杀猪盘哈 我瞬间乍毛 您这是什么话 我难道不是你最优秀的小宝贝了吗 再优秀的两个人也要遇见了才能相爱 你才刚上大二 他硕士毕业 已经工作 要不是有些特别的机缘 你俩怎么认识 有道理哦 我摸着下巴点点头 深以为然 你爸过得还好吗 宋女士有些不自然地一开视线 装作若无其事地问 我看她挺好的 看着她的神情 我心愿一动 想了想 干脆打直球 她拜托我 帮她把您追回来 宋女士噎住 眉梢一扬 说不出什么表情 半赏才瞪着我 所以你答应了 我弱弱地回答 你这就把你妈出卖了 宋女士的音调高了八个度不止 怎么叫出卖我 当然是以老妈的幸福为第一要义 我连忙澄清 凑到宋女士旁边 浮在栏杆上 看向远方 昨天我去见我爹 告诉他我今天要回家 我说我会向您问清楚 您当年到底为什么离开她 如果她做了任何伤害您的事 我都绝不会帮她 老妈看着我的眼睛 转身点了一支薄荷烟 我凑过去 所以到底是因为啥出轨连音 我奶奶甩了五百万给你 宋女士无语地白了我一眼 一天到晚在看什么 在越来越浓重的夜色里 沉默蔓延开来 楼上楼下 有锅碗 碰撞的烟火器 暖暖的 让人安心 过了好一会儿 宋女士终于开口 她还在墙堡里 母亲就去世了 父亲另娶了夫人 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往事 我心里一沉 她是他们家最不重视的一个孩子 永远懂事 永远让着弟弟妹妹 她辛辛苦苦一步一步经营着 想获得家族实权 想让所有人 记住自己早逝的母亲 想成为母亲的骄傲 只见一点火光映在宋女士的谋底 忽明忽暗 她憋着那股劲 憋了很多年 然后就遇见了当时正摇滚中二文青的我们 曾经也很幸福 她的继母很厉害 很早就发现 我俩在一起 为了让自己儿子继承集团 确实没少从中作梗 就在你爸终于要熬出头时 他给你爸求来了高门家族联姻 我握紧了拳头 手心里都是细密的汗 要么选我把父亲和家业拱手让给后来者 要么联姻和我分开 其实也未尝没有缓冰之计 但戏剧的是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怀孕了 宋女士看向我 神色晦暗不明 眼里却隐隐有水光 其实我知道 她一定会选我 她声线有些陡 所以我走了 这个决定我替她做 我喉口发紧 情绪翻涌着 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往前一步 揽住老妈的肩膀 安抚地为她挡住萧瑟的夜风 我懂了 我情绪低落 手掌捧心 原是我的错 竟是妹妹来的 不巧了 扑 我骂一个没忍住 凝滞的气氛突然就变得滑稽起来 她狠狠白了我一眼 挪开一步 懒得理我 可是老妈 我连忙跟过去一步 据我所知 她没有和任何人结婚来 老妈正了一下 微微张着嘴唇 不知在想什么 半赏才抬了抬眉梢 又恢复了平日里的样子 你回去告诉她 要追老娘自己想办法 别拿女儿当工具人 好的好的 我点头如捣蒜 你也是宋女士一个鲜鲜欲指 点在我额头上 别给人当冲头 还帮人数钱 那小子言谈举止都不像是普通人家 你给我多长点心哦 我猛猛地摸着自己的额头 心里不自觉又想起那张名片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若早知今日 可能会有让彼此过得很好的办法 宋女士抽完最后一口烟 把烟头熄灭 当时却都是自顾自地以为是为了对方好 谁能用四十岁时的认知做二十岁时的决定呀 我凑过去 把脑袋蹭在宋女士的肩膀上 不然还哪里算得上是青春呢 因为揣着心事回去的一路上 我都沉默着 一直到了家门口 却发现日常神龙剑手不见尾的帅爹 已经在门口蹲我了 还没等我下车 帅爹两三步冲过来盯着我 我第一次在她脸上看到了类似于忐忑的表情 如何 她手把住车门框 指尖都捏得发白 看她这副样子 我有些心酸 对她笑了笑 我妈说要追她自己去 别拿女儿当工具 哎呦 单压率跌僵了一下 随即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神情松弛下来 我看着她眉目间努力克制住的雀跃神情 心里一软 真心地为她高兴 还没高兴一会儿 只见她放开车门 大不留心往外走 步伐格外洒脱 我一愣 赶紧下车追上去 帅爹 暖男 你等一下 我气喘吁吁追上去 绿爹的步伐顿了一下 还有事 相亲 说好的相亲帅哥明星体育生 我绷着小步子跟着他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信誉在哪里 人性在哪里 帅哥的联系方式又在哪里 帅爹无语地瞥了我一眼 这两天就给你安排 说吧 他看似不经意地扫了一眼阎峰 我顺着他的目光回头 看见十几米外的阎峰身形引在夜色里 神情看不清楚 和传说中彬彬有礼 帅气逼人的基建运动员的相亲 约在了周二 我愉快地打扮了一番 到了校门口 正准备先去上课 延峰递了一本厚厚的文件夹给我 这是小姐今天相亲可能会需要的资料 延峰平静地看着我 下河线紧绷着 笑意不达眼底 我感觉后背一阵发凉 上课灵响了第一遍 我一下子回过神来 好周到 谢谢你 顾不上多想 抱着资料火急火燎地往学校冲 刻上我翻开延峰整理给我的资料 小朵凑过来和我一起头底头研究着 好家伙 这个人我知道 我爸可喜欢看他比赛了 真的假的 你可真发达了 我的文我要给你当伴娘 我一页一页仔细阅读着 或这标准迷人的微笑 或这英姿飒爽的赛场抓拍 或这金光闪闪的成就和履历 或这丰富的海王史 翻到最后一部分看了几行 我的嘴张得已经能吞下一颗鸡蛋了 这位帅哥的情史有图有真相 实在是有些太过海了 他若是个当红巨星 必定能养活至少十家娱乐小报 我一连翻过去十几页 看完和小朵都是一副看破红尘 如梦初醒的神情 哥瓜痴撑了 这种精神状态一直延续到晚上的相亲 当帅哥扬着自己迷人的微笑 邀请我坐到他对面时 我还是一脸的恍惚 你好 林小姐 我是韩正 你叫我阿韩或者阿正都行 我迷迷糊糊点头 你好 海哥 韩正愣了愣 看我神游天外的样子 又十分体贴地询问 哈尼 你看起来状态不是很好 是不是上课累了 我看着他关切又自带深情的桃花眼 止不住地觉得有扑面而来的海粒子味 韩先生第一次见面就叫哈尼 不大好吧 我勉强挂着礼貌的微笑 心里使劲骂着 轰你个头 可是你很甜很可爱啊 韩正裂开大马 哈鱼一样上扬又勾人的薄唇 我一看你就觉得很亲切很熟悉 一时唐突了美丽的女士 抱歉 要命 东海龙王怎么不来收了他 相亲结束 韩正送我回到楼下 谢谢你送我回来 为美丽的女士效劳 是我的荣幸 晚安 林小姐 我不幸话在嘴边突噜了好几遍 想了想还是憋回去算了 照顾一下帅爹的面子 不强调我姓宋这件事了 回到家里我才好像刚回到岸上 常常吐了口气 今天光研究海产了 菜都没吃几口 真的是我嘟嘟囔囔踢了鞋子进门 发现屋里都没开灯 嗯 阎峰没在 我摸索着去开灯 手腕却突然被抓住 我吓得尖叫 就要脱口而出 却被扣进了一个温暖又熟悉的怀抱 阎峰 我试探着问 他下巴抵着我的发顶 声音沉沉的 胳膊紧紧箍着我 挣脱不动 逃脱不开 你干嘛 我有些莫名地紧张 你还要相亲吗 我心跳怦怦地作乱 他的呼吸在落真可闻的寂静里 格外过早 那个我作为当红娘的条件 我爸答应介绍三次高质量相亲给我来着 我弱弱地回答 越说越没有底气 好 那我等着 他又收紧手臂 紧紧抱了我一下 然后迅速放开了我 小姐饿了吗 我给你做夜宵 他打开了灯 突如其来的光亮 让我有一瞬间的不适 一下子闭上了眼睛 再睁开眼 他已经走到厨房 开始摆弄工具 我迈开脚步才发现自己有些腿软 索性蹲下来 躲在沙发后面 两只手攀着沙发背 只露出一双眼睛 言风 他抬眼看我 我才发现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 像是没睡好的样子 你是不是喜欢我 他拿着一朵西兰花 整个人愣住了 我逃也似的跑回了房间 已经凌晨一点了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烦躁地一下子坐起来 我到底为什么要逃啊 甘左思又想 这人肯定是喜欢我 但是我俩才认识几天 他为啥喜欢我 不会真是杀猪盘吧 还是他去哪家做管家 都勾搭小姐 我咬牙切齿地换了个坐姿 渣男 不对 他好像就是我说去相亲 开始变了态度的 我相亲关他什么事啊 天上下金币充话费送帅哥 不要 我傻呀 我起床在房间里来回溜达了两圈 总不会是喜欢我吃醋了吧 喜欢也不行 对我搂搂抱抱 岂不是职场骚扰 我一拳击中掌心 哼 渣男 明天就叫我爹 吵了他 我一屁股坐在书桌前 沉默了一会儿 抬手捂住心口 靠 还有点舍不得 怎么回事 我摸了摸自己一直到现在还在发烫的脸 宋家文 你的出息呢 我一头倒在床上 拿起手机 突然想起老妈的话 扶置心灵 在搜索框里输入了延峰两个字 靠 什么都没有 我一咕噜又坐起来 摸进大学网站和论坛 还有律师职业公事的网站 发挥福尔摩文的精神 仔仔细细搜索了一番 也没有我冷汗刷得下来了 不会真遇见骗人感情的杀猪盘了吧 我鼻子居然迷之泛起些酸涩 真是的 我爹怎么选的人 我把脸埋进枕头里 第二天我顶着两个大黑眼圈去上课 小朵看着实在不忍心 爱怜地摸了摸我的头 可怜的孩子 你睡会儿吧 我帮你放哨 我幽怨地瞄着讲台 这可是段教授的课 我哪敢 话虽如此 课上了一半 我还是昏昏沉沉趴桌上睡得天昏地暗 还做梦了 我梦到韩正带着一大串海胆贝壳 跳海带舞 跳着跳着 阎峰来了 他俩手玩手一起跳海带舞 旁边还有很多虾兵蟹将在起立鼓掌不鼓前 一直到下课领响 我才揉着眼睛醒过来 小朵在旁边一脸五颜六色的神情 怎么了 大姐 钢段教授下来溜达 看到你了哈 我满脸惊恐 你怎么不叫我 我准备叫来着 还没叫你 他就摇了摇手走过去了 全校最严段教授高抬贵手放过我 我的脸色一瞬间和他一样五颜六色 磨磨蹭蹭收拾完书包 发现段教授还在台上为同学答疑 我低着头夹着尾巴 灰溜溜准备跑出去送同学 我和小朵一瞬间实话了 我回头硬着头皮挤出微笑 一直拽着段教授答疑的那帮人 这时候溜得倒快 对着段教授和矮可亲的笑容 我一个机灵 缩着脖子忙不迭地认错 段教授 我知错了 段教授却爽朗地笑了起来 神情越发慈祥 帖子照片我看到了 哈哈哈哈 有空欢迎来家里吃饭 家里我和小朵面面相去 在校门口角落的冷风里硬生生愣了十几分钟 不懂此间深意 段教授让我去家里吃饭 段教授段忽然想到什么 我手忙脚乱翻出手机 在搜索框里输入 段延峰 依然是什么都没有 上面却有一条猜你想搜段延峰 我心里一跳 戳进去 手指都在抖 这下出来了大片的信息 无论是百度词条里 还是关于他的新闻和讯息里 他的形象照都很少 却有很多现场的抓拍 谈判时运筹帷幄的样子 演说时意气风发的样子 甚至合影时礼貌微笑着 却冷傲的 淡漠的 巨人鱼千里的样子 他的家世 他的律所 他令人惊羡的才华和成就 原来 他就是我爸说的 段家自己开律所的小公子 我蹲下去 心里乱成一片 小朵拍了拍我的肩 一副过来人的样子 也不至于震惊成这样 这个剧情 我们一般称之为掉马甲 我委屈巴拉地抬头看着小朵 姐们 我慌了 你慌个什么劲 小朵拧着眉头 一把把我拎起来 姐妹要战斗你怕什么 你就去问她 为什么隐姓埋名来骗你 说清楚就好了 我搂着小朵的肩膀 泪眼婆娑地点头 宋家文 你起开扶我会儿 叫妈了 好巧不巧 帅爹的电话打过来 我艰难地保持着这诡异的姿势 接通了电话 上次说的那个演员阮秋生 他这两天正好在隔壁时拍戏 今天回我们是赶通告和他约好了吃晚饭 你抓紧去吧 等等老爹 我不 我这都心乱如麻了 还想杀亲 正要拒绝 小朵一把扯过我的手机 他不会不去的 谢谢叔叔 电话挂断 我摊手 满脸问号 EXM软秋生嘞 那可是软秋生 小朵两眼冒着绿光 姐妹一字当头 姐们今天有没有签名照就看你了 走着 我陪你去 小朵连拖带拽带我打了车 我想了想给颜峰 哦不 段颜峰发了个消息 那个我去乡亲 你晚点来这个地址接我 发出去我都觉得心如雷骨 头皮发麻 这都叫什么事啊 我忐忑地把手机拿起放下 好几番消息提示音才响起 好 我心里一沉 有些事迫不及待想要问他 到了约定的地方 我和小朵联合了两杯热巧 才看见一个人戴着墨镜 口罩捂得格外显眼 鬼鬼祟祟地进来了 我满头黑线 大哥 你哥这儿拍钱福呢 只见这位又高又瘦 鬼鬼祟祟的人跑到我们面前 压低嗓音对暗号似的问了一句 林小姐 是的 阮先生 我们回答得嘎嘣脆 阮秋生又紧张兮兮地环视了一周 这才安心坐下 迫不及待地摘下口罩墨镜 像刚刚回到水里的鱼猛利地喘了几口气 这下连小朵都把签字笔捏在手心里 面露不忍 没有吱声 好一会儿 阮秋生才平复了呼吸 头发汗湿了 有些狼狈地贴在额头上 即使如此 也掩藏不住他耀眼的美貌 不好意思 刚才被跟车了 好不容易才跑过来 失礼了 我和小朵骑刷刷摇手 没有没有 恕我直言 阮先生 既然出门不便 咱们约在庄园附近不是更方 我小声建议 你懂什么 这家的咖啡我朝思暮想 他深情且陶醉地深吸了一口气 扫了我俩一眼 毫不掩饰地露出些异性阑珊的神情 哪位是林小姐 还没等我举手 只见阮秋生面色突变 他拎起口罩墨镜 获地蹦起来 朝着后门的方向直窜而出 我和小朵鸡敏回头 眼看着乌泱泱举着相机的大军朝着我们的方向席卷而来 快跑 分头跑 我和小朵像看见老虎的兔子 拔腿就跑 这一片是一个很小众的艺术街区 四周空旷无物 只有这一片 有很多集装箱和厂房改造而成的咖啡店 酒吧 平日里人并不多 我对这边也不熟悉 一边跑四下里张望 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什么藏身之处 我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团团转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堆满了箱子的角落 一凑过去 发现阮秋生正全在里面 听到我的动静 他先是吓了一跳 回头看到是我才松了一口气 紧张地望了望四周 小声央求道 林姐 求你 你换个地方躲 千万别暴露我 要被拍到我和你在一起 我就废了 我嫌弃地撇撇嘴 我还怕被网报呢 我气愤地踢了踢箱子 什么人类高质量相亲 都是垃圾 从角落里转出来 我刚鬼鬼祟祟东躲西藏 前进了几十米 就看见不远处一小队人朝我的方向冲了过来 为首的一个瘦小的男子 甚至对着我举起了镜头 我下意识抬手 想捂住脸 这时 右侧一个狭窄巷子的缝隙里 突然伸出一只胳膊 一把把我拉了进去 我一个亮呛 看看站稳 惊恶地抬头 便看见颜峰沉着冷静的侧脸 心里一下子就安定下来 他拽着我 我跟着他从狭窄的巷子里 七弯八扭转了好几个弯 才点着身子躲在一个两栋小阳楼之间的缝隙里 那女的跑哪去了 肯定在这附近仔细找找 一定要拍到我缩在缝隙里 大气都不敢出 一直到脚步近了又远了 又来一批人又远了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这才发现 在这逼字的空间里 我和颜峰紧贴着 距离近的几乎呼吸相闻 我抬眼看他 正撞进他深邃的眼眸里 空气里的温度迅速爬升起来 谢谢 还好你来得及时 我往右退开一步 和他错落开站着 他看着我的动作 抿着嘴没说话 气氛诡异地沉默下来 我脑子里纷乱如麻 昨晚的辗转反侧 今天的一波三折 都在此刻才平复下来 我有一万个问题想问他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狭窄的巷子里 呼吸声混乱又暧昧地交缠小姐 最终还是他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今天相亲怎么样 我听到这个称呼 头皮一麻 看着这人像没事人一样 还在装算试探 我气不打一处来 你只是我的管家爱 阎峰先生会不会管太多呀 他错愕了一瞬 像是没想到我突然这么尖锐 长长的睫毛搭了下来 瞧着居然有些委屈 大哥 你委屈我还委屈呢 你就当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行不行 他逼声说 他伪顿下去的样子 活像一只淋湿的大狼狗 倒也不必如此谦逊 你是癞蛤蟆 谁敢当天鹅呀 我盯着他冷冷地 不带一丝情绪的陈述 你说是吧 段公子 他猛地抬起头来 颇为意外地看着我 我坦坦荡荡和他对视 毫不相让 你怎么知我想要一个解释 我打断了他的话 执拗倔强地盯着他 他张黄了一瞬 半晌无奈地笑起来 整个人却好像逐渐轻松释然了下来 好 那我们聊聊 先送小朵回去吧 我挤出缝隙 掉头往外走 这个季节 江边的风已经有些冷 我浮在栏杆上 任叶峰卷起我的头发 这段颜峰递给我一杯热红酒 自己揭开一罐可乐的拉环 我皱眉看着他手里的可乐 太凉了 你别喝 他看着我的目光 忍俊不禁 笑 还好意思笑 我一股无名火 又窜了上来 快解释 为啥隐姓埋名 在我这里当卧底 怎么解释呢 大概是想进水楼台 他也浮在栏杆上 看向远方 将心里亮着霓虹灯的游船 仰头喝了一口可乐 或许是我想在飞盛集团段先生和林氏集团宋小姐之前 让段颜峰和宋家文先认识江边温柔的路灯 给他的轮廓映上一片暖融融的昏黄 他笑起来眸光澄彻 不像颜峰的温柔似水 也不像网上的照片那样冷静疏离 是一种被温柔包裹住棱角 像糖果纸一样绚烂的颜色 我很羡慕林董和宋阿姨 但是说实话 其实我当时什么都没想 他转过脸来看着我 眉目间居然有些苦恼的神色 当时林董说 要把你接回家来 我第一反应就是 无论什么用由头 我想有个机会能在你身边 他又灌了一大口好好地肥宅快乐水 硬是喝出了戒酒消愁的意味 后来就骑虎难下了 我本想借着和你相亲的机会 让你重新认识我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断言锋 说着说着俯身趴在栏杆上 侧着头仰视着我 眼神热烈地让人骨头都发酥 对不起 家文 不管怎么样 骗你都是不对的 我一脸无语看着他 一把年纪了 几乎是在撒娇耍无赖 却又不得不承认 人长得好看 真是占便宜 我看着他真诚清澈的眼神 居然开始逐渐心软 行行 宋家文美色是陷阱 我咬了咬嘴唇 深吸一口气 愤怒地瞪着他 你才认识我几天就RT 就说喜欢我离不离谱 你是见一个爱一个 还是说你见一个相熟人家的女儿 就要去相处一番 总不会说是命中注定吧 还是穿越来的 我居高临下瞪着他 劈里啪拉队的气势磅礴 如果中间没有打个喷嚏的话 他立马直起身 碰了碰我的指尖 江边冷 去车里说吧 说起这件事就要拆灵董的牌了 据段延峰的叙述 其实帅爹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已经找到我妈和我了 他奋不顾身地跑去 又回来拽着段延峰的父亲大喝闷酒 他举着酒瓶说 阿宋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趣 最自由 也最鲜活的人 也许没有我 他才能过得更洒脱 于是我爹一直没敢打扰我和宋女士的生活 只是一直在私下里关注着 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偷偷帮助 听到这里 我无语地抽了抽嘴角 我那帅爹到底是不是什么疼痛 言情文男主穿越过来的戏也太多了 别光说他说你 我冷哼一声 颇为看不上我这不上道的亲爹 大约在你快高三的时候 我刚回国 我爸和林董合作一个海外项目 要去住场 就把你托付给我 段延峰单手转着方向盘 像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 笑得眉眼弯弯 高三我想起我棚头垢面 兵荒马乱 浮肿憔悴的高三岁月 忍不住捂住脸 我英明神武的光辉形象 其实一开始也只是把你当作是娇家的妹妹 每周开车去一次你的城市 小心地打听打听 你们过得好不好都已经成了习惯 直到有一次 他在一个一百多秒的红绿灯面前停下 转过头来看着我 那次我停在你们学校对面 当时有一个刚买完菜回来的老人家 颤颤巍巍地过马路 突然摔倒了 那是一个事业盲区 旁边的公交车马上就要开过来 我当时吓得心跳都要停止了 我猛地张大了嘴 恍然想起了这件事 所有人都没有反应过来 我却看见你电光石火般冲过来 明明那样瘦小 却张开手挡在老人家身前 硬生生逼停了那辆车 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 那一刻对我而言的震撼 她看着我 就像看着那天飞蛾扑火般孤勇的那个小姑娘 从那天起每周去看你 成了我心底里无法言说的期待和喜悦 眼前跳成绿灯 我转回头看着前面 沉默着没有在追问 她也默契地没有在说话 一直到了家门口 我跳下车 转回身来看着她 段延峰 你的解释和道歉我接受 但是我一时之间有点乱 还有点莫名其妙地生气 我想冷静一下 所以这段时间就不要再见面了 她垂眸 闷闷地嗡了一声 我带上车门 转身往家里走 想了想 还是气不过 扭过头来对着她狠狠瞪了一眼 下次见到我 请你用最真实的自己面对我 从那以后就没有再见过段延峰 所以你是喜欢她还是不喜欢她呀 大姐 小朵磕着瓜子 鄙视地看着眉睛打彩的我 哎呀 烦你别提这人 我捂住脑袋 我最看不上这种磨磨叽叽爱又不爱 说又不说的男生了 人家怎么没爱 怎么没说 小朵白了我一眼 你这神经大条的 根本不懂爱一个人 就是捧着一颗心 进退两难 进一步怕吓着对方 退一步又怕对方从此成了别人的 若是朱氏周全 那多半是没那么在乎 小朵高深莫测地指点着我 扶在书桌上陷入沉思 看着右手边空空荡荡的位置 心里空落落的 从什么时候起习惯了他在身边照顾我 替我周全 又始终为我压着阵脚 人真的是一种太容易产生习惯的动物 宋家文 我正伤春悲秋 有人闯进来 猛地一拍桌子 吓得我一下子弹起来 宋家文 你也太过分了吧 眼前色立那人 柳梅倒树的居然是金融系那个朱萱萱 小朵疼得站起来 还没等我俩开口 朱萱萱拍了拍桌子 清脆地呵斥 你明知道 那个兴度的 是个屎乱中气 两面三刀的小人 怎么不告诉我 怎么忍心看着我蒙在鼓里 Girls help girls 你懂不懂啊 我和小朵默契地退了半个身位 这是可以说的吗 我可记得你了 朱萱萱美目圆瞪 狠狠跺了跺脚 转头扬长而去 留下一叫是目瞪口呆的人 天气一天天变冷 很快期末考试的紧张氛围就笼罩起来 为了准备考试 我干脆住了校 一头扎在书山堤海里 不想不问不念 除了时不时会点开聊天框看看有没有新消息 又失望的和尚狗男人说冷静一下 居然真的一条消息都不发 没意思 真的没意思 我咬着笔杆 更拼命地刷题 期末考试前一天 我在操场戴着耳机 听着英语听力慢跑时 好久不见的杜明语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 抱着一束小的可怜的花 单膝跪地拦在我面前 我往左绕行 他以膝盖为中心 往左转了半圈 我往右绕行 他以膝盖为中心 又往右转了半圈 我恍然大悟 掉头跑了 没跑两步 他又跟上来 眼泪扒拉得一股脑疯狂倾诉着 我无语地看着他 看着他声泪俱下 嘴一张一合 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没摘耳机 听力已经欢乐地读到 Tay Holiday了 半晌 他终于说完了 巴巴看着我等回应 我淡淡地回了一句 滚开 你吵到我眼睛了 期末考试结束第二天 我打了个车回到了家里 看得出一直有在打扫 窗明寂静 草木鲜活 我看着厨房 眼前隐约晃动着段延峰系着围裙 耐心地为我熬着汤的样子 我放下包 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晃荡 书桌前是我们凑在一块挑灯夜站制定策略的地方 茶几上 我们的水杯并排放着 他用透明的玻璃杯喝清水 我的杯子里总是各式各样的果汁和牛奶 橱柜前面 我点脚还够不着的东西 它总是会第一时间出现 站在我背后 轻松地拿下来 放在我手里 明明才一个月都不到 怎么会好像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思绪停下 我才发现我已经走到了玄关前 那天晚上在这里 他那样赤裂又失态地抱着我 他说那我等着 我拎起包飞快地冲出去 然后差点一头撞到帅爹胸口 干嘛投放火箭弹呢? 帅爹毫不留情地开口 您怎么来了? 今晚有个慈善拍卖晚宴 我没空 你替我去吧 帅爹一如既往说完就走 等等等等 我伸出挽留的手 我咋去呀? 林董的专属司机 十分机械地把我送到晚宴门口 又十分机械地给我开了车门 又十分机械地鞠躬上车 开走了 我挠挠头 这莫不是个机器人 拍卖会大半位置已经坐满 我走进场 有稀稀拉拉的目光扫过来 见我脸声 又稀稀拉拉挪回去 人群稀稀嚷嚷 我放眼望去 却一眼就看到了她 她坐在前排 慵懒地靠在椅背上 穿着一件灰色的大衣 在我走进来的那一刻 如有感应般回过头来 目光淡漠清冷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段延峰 我低下头 避开视线 在角落里找了一个舒服的位置坐下 不料抬头一看 前排居然是祝萱萱 真是冤家路窄 祝萱萱看着我 冷哼一声 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 猎杀时刻 我地铁老头 看手机点GPG真不至于 知情不报 罪不至此 而且 待我再抬头往前看 她已经转回身去 依旧是懒散地靠着 云淡风轻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哼了一声 敲秘密在心里记仇 拍卖会开始 我作为一个具有勤俭节约 优良品德的优秀女子 只喝茶 吃点心 绝不举牌 绝不参与 奈何前排这位美女子 每拍一见就要回头看我一眼 见我吃得不亦乐乎 又冷哼一声扭回去 兴致缺缺 几次三番 我忍不住拍了拍她的肩膀 她回过头 莫瞪着我 奈何她实在美貌 我只觉得娇称可爱 那个轩姐 咱是不是多少有点幼稚了 你管我 她摆我一眼 嫌弃地看着我手里捏着的牛乳 小方又转回去 还胆了胆肩膀 拍卖会半场过去 我和祝萱萱水也没买一样东西 一直到下半场 展出了一条香钻海兰宝项链 一下子就恍花了我的眼 靠 好漂亮 我摸了摸口袋里刚帅爹塞给我的卡 拍卖会上有什么喜欢的随便拍 当酬劳了 她说 于是我今天第一次举起了牌子 192号 十万一次 扑 我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 起拍价就要十万 我不要了行吗 能撤销吗 192号十万两次 我眼巴巴看着祝萱萱不断发射脑电波 快快快快结虎 果不其然 祝萱萱气定神闲地举起了牌子 181号 十五万 我长舒一口气 安心地靠回以备 今天也是没有被金钱富贵侵蚀的一天 181号 十五万一次 祝萱萱得意地回头瞥了我一眼 我十分服气且钦佩地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就在这时 前排一直置身事外毫不关心的段延峰突然抬手举起牌子 五十万 声音不大 却质地有声 我一把捂住脸 这个败家玩意儿 拍卖会结束就是用于交际应酬的晚宴 第一次出席这种 在书里看了几百次 现实却第一次参加的活动 我换好小裙子 表面看起来十分优雅矜持 实际上内心十分激动 兴奋地踏入了会场 奢华气派的布置 精致的点心 还有让人大快朵仪的美食 太好玩了 我环视着四周 装作不经意地寻找着段延峰 却看见了一身西装革履 人母狗样的杜明宇 我凑到祝萱萱身边 对她挪了挪嘴 你带进来的 我还想问是不是你带进来的呢 祝萱萱的表情比我更一言难尽 纯属好奇 聊完我又转回去准备拿杯饮料 来顺顺嗓子 丝毫没有在意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正逍遥自在着 一杯冰咖啡 一下子泼到了我的裙子上 真是抱歉 宋小姐不会介意吧 一开始还以为是谁 不小心没有在意 直到听到这声音 我缓缓抬头 便对上了杜明宇那故作姿态 阴谋得逞的得意笑容 我 地铁老头 看手机点 GP之站 大哥 什么年代了 用这么老的伎俩 你吐不吐啊 杜明宇 你傻 傻时候 能帮我找点纸巾擦一擦呢 我一句优美的国粹 滑到嘴边 余光贴到周围的千金淑女们 我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算了 为了帅爹的面子 我去你大爷的 一个娇憨清脆的声音猛地喝道 我一转身 便看见祝萱萱穿着高跟鞋 一个三步上 拦动作飞身而起 将一杯带着肉桂和橙子片的热红酒 用优美的弹道轨迹狠狠泼在了杜明宇的脸上 我瞠目结舌 心里有一万个小人瞬间起立鼓掌 牛轩姐一天到晚就会盘算着上部的台面的卑鄙手段 我呸 祝萱萱有闲不解气 还狠狠骂了几句 才一把拉起我转身往更衣室去 之前你知情不报 害我沾上这么个小人 我可没原谅你 祝萱萱一边帮我拉背后的拉链一边说 但是我看你还算顺眼 就勉强帮你一把 原来这就是真千金的派头 学到了 好了 他整理好衣服 绕到前面来看我 这件衣服你穿过 我不要了 送你了 他微微扬了扬下巴 高傲地冷哼一声 可惜长得太可爱 腮帮子圆圆的 像只小仓鼠 傲娇起来更可爱了 我忍不住伸出手捏了 捏他肉乎乎的脸颊 你干嘛 你神经啊 他瞬间炸毛 呜呜 更可爱了 在祝萱萱忍无可忍 火山喷发之前 我连忙踩着小高跟小碎步 踢踢踏踏踏溜了出去 宴会里金碧辉煌 此刻宾客都到了 场面比刚才热闹了两倍不止 我走在长长的二楼走廊 沿着扶手往下看 是生机勃勃的新生活 还好这个生活里的人都比我想得更友善 我扶着扶手一级走下台阶 刚转个弯 便看见楼梯尽头断延峰 身着一身白色西服 仿佛自带光韵 打着领结 金边眼镜也在灯光下散发温润的色泽 他伸出手 微微俯身 行了一个绅士礼 这位美丽的小姐 我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吗 我矜持地把手放在他手心里 略显羞涩 优雅且实诚地回答 我不会 顾延峰僵了一下 差点没憋住 没事 我教你 他轻轻搂住我的腰 引领着我行云流水地转进舞池里 一曲跳 二曲跳 我气喘吁吁 溜回座位上休息 不行了 不行了 再跳鞋跟要微断了 没等我顺云气息 冰凉的触感落在脖梗间 我低头一看 是一串璀璨夺目的海兰宝项链 段延峰绕到我身后 指尖轻柔为我戴上 我愣了一瞬 心里像榨开糖果味的烟花 甜得我人也忍不住地笑 喜欢吗 顾延峰屈丹西蹲在我面前 细细欣赏着 他的败家杰作 我点头 点到一半 不禁又一阵肉疼 这可是行走的五十万座定情礼物 也不算贵 他笑着看我 漂亮的眼眸里温柔地能酿出蜜来 谁跟你定情 我嘴硬地小声嘟囔着 宋小姐 我想过了 大学恋爱两三年 到毕业结婚 正好他拉着我的手放在手心里捧住 当然 现在大学就结婚也是寻常事 结婚证据说还可以加学分 你想得美 我怒撑道 他看着我正顾盼神飞的眼角 眉梢迅速搭了下来 有些紧张地看着我 怎么我们段律师好像意外地很会撒娇 这样是犯规的吧 我无可奈何叹口气 心下软成一片 再不逗他 把接下来的话说完 我还打算请你和我一起 给我爸我妈当伴娘伴郎 你可不许插队啊 他正了正 又笑起来 眉目疏朗 如星如月 能为岳父岳母效劳 小叙荣幸之志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叫张燕 1976年 我出生在西南丘陵地区的一个小山村 在我小时候也曾拥有 一个安宁的童年 我爸妈都是乡下种地的农民 他们种植芹菜 蒜苗 莴榫等农作物 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忙碌 盗菜成熟的时候 父亲就骑着一辆加油的三轮车 将清洗整理好的菜书 拖到城里的集市批发 父母种菜虽然很辛苦 但他们都很疼爱我 只是让我专心读书 廉家务事 都甚少让我做 但是幸福的时光总是转沙而过 在我九岁的时候 父亲却发生了意外 从县城到我家的半路上 有一个陡坡 父亲在一次骑三轮车去城里卖菜时 竟然连人带车翻下了山崖 我和母亲哭得伤心欲绝 却也没法让父亲再苏醒过来 我们好好的三口小家就只剩下了母亲和我相依为命 父亲走了 家里失去了主心骨 地里的活只有母亲一个人操劳 我们家里的日子也日渐艰难起来 母亲时常都为我的学费发愁 在父亲去世的第三年 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下 母亲就带着我嫁到了县城郊区的一户人家 继父家里的条件也不是很好 继父在工地上干活 他以前的老婆跟着别人跑了 留下了一个儿子 叫李奇 比我大两岁 说真的 对于母亲的代价 我心里是十分抵触的 老觉得母亲这样做对得起我亲爸吗 亏我爸以前对他宠爱有加 父亲一走 母亲居然又找了下家 他真是薄情 所以我小小年龄就变得非常叛逆 经常和我妈顶嘴 我妈总是背着我悄悄抹眼泪 每次我和她对着干 她就可怜巴巴地祈求我 说小燕 都怪妈没有能耐 养不起你才带着你出嫁 你要怪就怪妈吧 你叔叔和哥哥都是真心对你的 你不要老是对他们板着脸好吗 我抽了抽鼻子 哼道 天下能有好心的后爹才怪 住到继父家里 我从来没有叫过他一生吧 虽然继父对我总是笑咪咪的 我心里却对他没有任何好感 我上初中后和继父的儿子李奇读一个学校 李奇每天放学后都跑到教室外面等我一起回家 我很不喜欢对他说你有病 男女有别的同学会怎么说我们呀 我不想和你一起回去 你以后不准再来 等我放学 李奇说我骑了自行车 专门来载你一起走 不然你走路多累啊 我才不稀罕他的好心 板着脸对他说 我喜欢走路 你是谁呀 凭什么来管我 我长着腿自己会走路回家 你的自行车破破烂烂的 让我坐我都觉得丢人 李奇没办法 只得独自离开 可能是他回去和继父说了这事 没过几天 继父就给我买了一辆紫色的自行车 非常漂亮 我不禁张大了眼睛 对这辆自行车爱不释手 老妈告诉我 你叔为了凑钱给你买自行车 还跟工地老板借了钱 你要知道感恩啊 我不屑地说 如果我爸还活着 轻而易举就给我买自行车了 那只怪他没本事买点自行车 还要借钱 母亲叹了一口气说 就是外人对你好 你也应该有一声谢谢吧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不懂事的女儿呀 谁说男生才有叛逆期 我只知道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 我特别不满周围的事物 尤其是看到继父和他的儿子 我总感觉很委屈 为我的身世 为我死去的 为我无奈的命运 对于我的冷淡 继父和李奇却只是笑笑而已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们都非常迁就我 但我却总不以为然 李奇初中毕业后 就去读了直高学的汽车修理 毕业后 他就在县城里的一家汽修厂上班 我读的是普高 那时候继父家里因为临近城区遇到了拆迁 家里分了两套安居房 我们家的生活条件好了很多 上了高中 我喜欢上了梳妆打扮 继父将工资都交给母亲打理 我便经常开口 央着老妈给我钱买衣服 老妈训斥我说 你现在还在读书 打扮给谁看就会浪费钱看 我嘟起了嘴巴 继父就总是劝母亲说 小女孩都爱漂亮 你就拿钱给她买吧 现在只有艳艳一个女儿读书 我们压力也小了很多 还养得起她 再说 我们挣钱还不都是给孩子们花的吗 久而久之 我就觉得既然我妈嫁给了继父 我是老妈的女儿 花继父家的钱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所以在李奇上班挣钱后 我还时常问李奇要零花钱 哥 我看中了一条裙子 不贵 只要六十元 你借我点钱买下吧 李奇刚刚上班 工资也才两三百元 但只要他身上有钱 总会毫不犹豫地借给我 不过李奇也知道 我说世界也是有戒无还的 我倚仗的 不过还是她对我这个异姓妹妹的宠爱 我买回新衣服 总喜欢穿在身上 让李奇为我欣赏 怎么样 李奇好看了 要求教李奇时 我会叫她一声哥哥 不过在平时我一般还是叫李奇的名字 好像这样更自在一些 李奇打亮我时总是憨憨地笑着说 好看 你身材就是衣服架子 穿什么都好看 我便洗刷她说 哼 你只会扭汽车螺丝 还会欣赏女孩子穿什么好看吗 就会拍马屁 我从来没有把李奇放在眼里 在我上高三的时候 我就和班上的男生徐涛谈起了恋爱 徐涛的父母是开饭馆的 家里的经济条件不错 他的人也长得高高瘦瘦 性格很外向 我们的学习成绩都一般 高中地业后都没有考上大学 只能回家闲着 但是我和徐涛的恋情却并没有中断 徐涛偶尔去他父母的饭店帮忙 但大部分时间他都骑着一辆摩托车到处找朋友兜风玩耍 我很喜欢坐在徐涛的摩托车上 享受速度带来的快感 那风从身边刮过 畅快淋漓的轻快感觉让我几乎上了瘾 就老是跟着他出去疯 老妈知道我和徐涛在交往 总是担心地劝我说 你不要老是跟着他出去逛 坐摩托车好危险的 我却不以为然地回嘴 徐涛的骑车技术很好 怎么可能有危险 在我二十一岁那年 有一天我坐着徐涛的摩托车 跟几个年轻朋友一起去登山 上山的时候我们都还高高兴兴 一路顺风 谁料就在午后下山时 徐涛几乎没有刹车一般 摩托车在盘山公路上飞一般地冲刺着 我坐在摩托车的尾座上 感觉人都要飞了起来 心里也有些发毛 我大声叫唤 徐涛 你慢一点 我害怕 徐涛却哈哈大笑 这样才够刺激呀 但就在一个转弯处时 车子猛地撞到了路边的一棵大树 徐涛使劲稳住车身 我却一阵恍惚 就被摩托车的冲击力抛了下来 当我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在一天之后 从医院急救室里出来 母亲和继父李奇围在我的病床边 脸上满满都是担忧的神色 老妈脸上还挂着泪痕 小燕 你终于醒了 医生说你是重度脑震大 我好害怕 你不会醒来呀 我只感觉浑身疼痛 嘴里 腰部 腿部 好像没有哪个地方不疼的 我哭着说我好像动不了了 李奇在旁边说 小燕 你身上多处骨折 脊椎也受了伤 左腿伤势严重 还要动手术 你坚强一点 挺过这一关就好了 我们都会陪着你的 我立刻想到了徐涛 我受伤都这么重 他会怎样呢 妈 徐涛人呢 我忍不住问道 老妈说小燕 徐涛没事 他只是受了点轻伤 在他家里休养吧 你管好自己就行了 我太困了 便又睡了过去 再醒来后我饿了 想吃东西 才发现自己的牙齿 居然也少了两颗 吃起东西来 很不方便 而且 我脸上还包扎着纱布 老妈告诉我 我的额头缝了五针 下额也擦伤严重 我让老妈拿镜子给我看 她却说没有镜子 我忍不住又哭了 肯定是我的容貌 毁得不堪入目 他们怕我承受不住打击 我心里难过万分 对老妈说 我都变成这样了 还不如直接把我摔死了 跟着我老爸去一聊百聊 老妈连忙来捂我的嘴 呸呸呸 不要乱说话 只要你好好配合医生治疗 一定会恢复得很好的 我流着泪说 徐涛为什么没有来看我 既然他受的是轻伤 已经好几天了 他都没有来看我一眼 为什么 老妈摇着头不悦地说 你还念着那混账东西吗 徐涛骑车载你 他倒没有受什么伤 却一点都不肯为你负责任 你叔和你哥都去找过他们家里 但他爸妈说是你自愿坐他儿子的车 是你自己没有坐稳摩托车 不关徐涛任何事 我心里一阵滴血 好歹我和徐涛也算是男女朋友 虽然我们还没有见过双方家长 但从毕业起 我们已经谈了两年的恋爱 徐涛怎么能在我受伤后 就对我不理不睬了呢 我也终于明白 自己缺了牙齿 脸上又伤痕累累 浑身也多处骨折断腿 徐涛一定害怕我变丑了 残废了以后会拖累他吧 失去了爱情 我又弄成了这样一副模样 这样苟且地活着 生命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哭着对老妈说 我不治了 治好也是一个丑八怪 你就当没有生我这个女儿 老妈见我这样 也不停地流泪 说什么傻话呀 为了给你治病 你叔和你哥到处想办法筹钱 你也要为他们着想 莫要辜负他们对你的疼爱 老妈时时刻刻守在我的病床边 每天中午和下午下班时间 继父和李琪都要过来看我 继父提着苹果让我妈洗给我吃 但我因为少了两颗牙齿 啃起苹果来就格外艰难 我就不耐烦地摔了苹果 说不吃了 明知道我没牙齿 还故意拿苹果给我吃 你们就是想看我笑话 你身体不能动 天天躺在床上 不吃点新鲜水果 怎么行呢 李琪就拿了水果刀 将苹果削成小条状 放在小盆里拿 让我吃 看到他对我小心翼翼的样子 我心软了下来 可怜巴巴地问他 李琪 我现在很丑 你看到我的样子会害怕吗 不丑 即使你脸上贴着纱布 也比我好看多了 李琪笑着说 在我眼里 小燕是最漂亮最可爱的妹妹 无人能及 我听了心里很受用 但只是高兴了一分钟 便又黯然说道 哥 我知道你是安慰我的 如果我容貌没有受损 徐涛为什么不来看我 李琪用纸巾帮我擦去嘴角的苹果渣 轻声说 那是他不懂得珍惜我妹妹是颗宝贵的珍珠 是需要明智的人来辨识的 他经不起考验 自然被淘汰了 我忍不住笑道 哥哥 这只是你安慰我的话 如果你的女朋友变得这样丑 你还会守着她不走吗 李琪腼腆地低下头 红着脸说 如果是我的女朋友 我更是拿命来陪着她 永远都不会离开的 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望着李琪小声说 哥 我真羡慕你的女朋友 她能碰到像你这样痴情的男孩子 被全心全意地爱着 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啊 李琪挠挠脑袋 突然对我说道 妹妹就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 你不用去羡慕谁 我有些傻愣了 李琪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是她的妹妹 她就对我格外不一样吗 还是她在默默地喜欢我 像对待女朋友那样的情感 我不敢再多想了 像我如今的近况 一副大花脸的丑样 李琪怎么可能会喜欢我 她对我不过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 安慰从小一起长大的妹妹而已吧 腿里放了钢板 打了绷带 差不多一个月后我才能拿着拐杖 一步一步地挪到病房门口 我好想出去看看窗外的天空和绿地呀 天快黑了 老妈回家去给我熬骨头汤 我自己艰难地走到了门口 却看见继父坐在病房外的长凳上打瞌睡 我悄悄走到她身边 却还是把继父惊醒了 她连忙扶住我 不安地说 小燕 你怎么起来了 可以走动了吗 看我多粗心 你老妈让我好好守着你 照顾你 我却连你下了床都不知道 我在继父身边坐下 看到她憔悴的脸庞 额头上已经添了好多皱纹 看起来很疲累的样子 叔 我祝愿这段时间让你和哥哥都跟着受累 我真的对不起你们 都怪我不听你们的话才酿成这场祸事 第一次我在继父面前开始深刻地检讨自己 这么多年来 继父和哥哥什么事情都让着我 总以我为中心 每天吃饭桌子上总是以我喜欢吃的菜居多 我喜欢吃折尔根 但继父和李奇却都吃不惯那个味道 可三天两头 他们下班回来时 总会带些新鲜的折尔根回来 让老妈做凉拌菜吃 我在餐桌上大块朵仪 却一直不知道继父和李奇喜欢吃什么菜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 家里装修房子的时候 因为装修费紧张 屋里就只有我的房间安了空调 我妈说 继父 你们莫要把小燕宠坏了 既然钱不够 暂时就都不要安空调了吧 继父却说 天气热 我们受得了 可小燕要读书 给他的房间安上空调 他才能安心学习 不是说儿子要穷养 女儿都要富养吗 想起过往的一幕 我不由得越来越内疚 继父和李奇什么事都为我着想 我却一次次任性妄为 故意说话伤他们的心 这一次我受了重伤 他们依然不离不弃 让我能不感动吗 继父却只是笑笑 对我说 小燕 你能自己下床了 这就是好事 书也就放心了 这一个月 我们真为你担心 我真挚地对继父说 书 以后我再也不任性了 等我身体好了 我就去挣钱孝敬你和我妈 回报你们对我的好 继父呵呵笑着点头 小心地将我掺回病房 扶我躺下休息 那天晚上老妈依然守在我病床边 我就问她妈 李奇和叔叔晚上也来了医院吗 老妈点头说 是啊 虽然有我陪着你 可你叔和你哥还是不放心 他们每天晚上都换班 守在医院里 就在病房走廊的长凳上睡觉呢 第二天一早 老妈出去打开水时 李奇就打着哈欠走进屋来 问我想吃什么早餐 她马上下楼去买 你晚上睡在哪里的 我忍不住问她 就在你病房外面 她老实交代 我已经好很多了 你干嘛不回家去睡 没事 在哪里睡都是睡 我守在医院里会安心一点 她憨憨的样子 让我心里又是一阵莫名地感动 哥 等我身体好了 能走路回家了 你还会这样关心我吗 我问她 那是必须的 她答道 你会为了我改变 陪着我吃折耳根吗 我好 只要你能跑能跳了 我天天陪你吃折耳根都行 她说 那你能让我做你女朋友 只对我一个人好吗 我在试探道 必须的 与其脱口而出后 好像才反应过来 脸疼得就红了 我 小燕 我没有听错吧 我瞪着她 你没有听错 难道你不答应 这时 我妈提着开水了进来 李其忙退到病房门口 慌不择言地问 你们吃啥 我去给你们买早餐 至于后来的故事 你们猜会怎么着呢 在母亲和继父哥哥的精心照顾下 我当然又恢复了能跑能跳的好经历 还有我也逐渐恢复了本来的花容月貌 脸上并没有留下太明显的疤痕 而那两颗缺掉的牙齿也悄悄已就换心了 李其是我继父的儿子 他也是一副天生的好脾气 只要我开口说喜欢他 以他对我百依百顺的疼宠 还不是手道琴来的事吗 所以我最终和哥哥亲上加亲 在我们试婚的年龄 在母亲和继父的支持下 共结联礼 成为幸福的一家人 塞翁施马 焉之祸福 我觉得这句古语还挺有道理的 是吧 好了 第一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观看支持 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 男人才善变 生完孩子之后 老公以为他吃定了我 对我越来越敷衍 因为不想陪他兄弟吃饭 他当众打了我一个嘴巴子 不但骂我矫情 还说要治治我的公主病 很快他就知道离了我 他屁都不是 下班的时候 老公秦宇破天荒地来公司接我 说想好好跟我吃顿饭 原本我以为这是他给我准备的一个惊喜 毕竟昨晚 我们刚因为带孩子的事情吵了一架 半夜孩子哭了 我睡眼惺忪地起来哄孩子 秦宇不但不帮忙 反而因为被孩子吵醒了 而大发雷霆 甚至他还跑到隔壁屋去睡了 当时我的暴脾气就忍不住了 等孩子睡着 我去厨房灌了一壶凉水 浇了他一头 他被浇醒 对我破口大骂 我冷冷地看着他 你再骂一句 我下次泼你硫酸 你信不信 大概我当时的表现太过骇人 他吓得马上进了声 早上出门的时候 他还冲我抱怨我有起床气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昨晚实在太困了 就说了你几句 你就浇我一头 这样浇坏了连连 可就没有爸爸了 我望着眼前这个嬉皮笑脸的男人 心里有一些苍凉 这个结婚前 我咳嗽一声 都要半夜起来 给我熬冰糖里水的人 现在竟然有起床气了 不过 自从我生了孩子 秦宇的确变了 生孩子之前 他信誓旦旦 他说 等孩子落地 有他妈我就负责生一下 其余的都不用我管 可是等孩子真的咕咕落地 这个孩子就成了我一个人的 让他抱孩子 他不会 让他给孩子冲奶粉 他用冷水冲到孩子拉肚子 做错了事情 他就一摊手 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 我一个大老爷们不会干呀 照顾孩子 还得是你们女人精细 谁让你是孩子妈呢 做妈妈的 就得多做一些啊 我已经忍秦宇很久了 我盯着他半开玩笑似的说 与其丧偶是育儿 不如真丧偶 他脸色难看 你是不是有病 连个玩笑都开不得了 现在我冷哼 我也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急什么呀 他看了我半晌 气呼呼地摔门而去 婆婆在一旁抱怨 你一个女人嘴巴这么厉害干什么 就不能让着她点 我问我婆婆 你儿子怎么就不能让着点 我婆婆哑口无言 使出撒手锏 就抄抄吧 再抄下去你 也不用让我给你看孩子了 我眼不见心不烦 我是远嫁 修完产嫁之后 只能婆婆来带孩子 她明明带的是 幸着她儿子姓氏的孙女 但口口声声都是帮我带孩子 好像她儿子是个死人 但我赶着出门上班 没有跟婆婆继续吵下去 说到底 我跟婆婆的矛盾 还是跟秦宇的矛盾 我没必要跟婆婆吵 白天的时候 我一直在思考 我跟秦宇的婚姻到底 还有没有必要持续下去 我有工作 有独立养活孩子的能力 虽然我没有房子 但我婚前还有一笔存款 付个房子的首付 没有问题 离婚之后 唯一不方便的可能就是 我婆婆没有办法 给我继续带孩子了 但孩子可以送托班 可以请育儿嫂 可以麻烦我妈来照顾 这样一算 我就发现 我的生活 好像离了秦宇 也没什么不行 如果不考虑 我们之间的感情的话 我诚心诚意地给秦宇发了一条微信 坦承了我目前的想法 我嫁给你的时候 并不图你大富大贵 现在我依旧这个想法 我希望夫妻间可以互相扶持 互相体谅 共同抚育孩子长大 我希望你能在这个基础上做出改变 如果你拒绝改变 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 发出去的时候 我是真心实意地在挽回我们之间的感情 我总记得曾经那个因为我答应跟他在一起就满眼通红喜极而泣的少年 那人曾说过 他会永远对我好 永远把我放在第一位 永远不让我受委屈 现在我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了 我的微信发出去之后便如石沉大海 在我渐次失望之际 秦宇便来接我下班了 他像没事人一样笑嘻嘻说 你气性咋这么大 我被你浇了一头水都没怎样 你这个行凶的倒委屈上了 我跟你道歉 是我做错了行不行 今天我特意跟妈说了 让他晚上帮你带回孩子 我带你去松快松快 我纠正他 孩子是咱俩的 啥叫帮我带孩子 他一愣 脸色闪过一丝不快 但还是隐忍着说 行行行 帮咱俩带孩子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咱俩夫妻一体 你还老跟我分什么 你 我这不是让人生分吗 他嘟嘟囔囔的 却诚然忘了 假使真的夫妻一体 不用分离 我怎么没见他 把他的房子写上我的名 我知道他还是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 但他毕竟在努力做出改变 我也不想扫兴 就没有再说什么 直到我发现他所谓的好好跟我吃顿饭 竟然是给他兄弟的三过生日 在秦宇把我带进那家高级酒店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是想原谅他的 这家酒店已贵出名 人均没有两三千下不来 所以我在大堂里就打去问他请我 松快松快 真舍得花四五千 秦宇脸上闪过一丝尴尬 但很快说 老婆 你又上班又带小孩 确实辛苦 今天难得有这个机会放松一下 咱们就别想别的 我不已有他 跟他进了单间 结果一进去就发现房间里已经坐满了人 主座上坐了一个面若桃花的年轻女孩 她旁边坐着秦宇的发小刘月 两人贴着脸说话 看上去亲密无见 看见这个场面 我心里已经明了 这根本不是秦宇给我道歉的局 见我和秦宇进门 刘月马上起身 拉着那女孩的手就冲我们走过来 先是介绍说这是她的女朋友 后给女孩介绍我和秦宇 介绍一下 我发小秦宇她媳妇苏和 谢谢你俩来参加雪儿的十九岁生日会 听了刘月的话 我本能地想吐 不为别的 只为刘月早就已经结婚了 而且还是高攀了我们当地一个白富美 目前是两个孩子的爹 我早听秦宇说刘月婚外不老实 没想到她居然敢这么大张旗鼓 给女朋友办生日会 我用余光扫尸了整个屋里的宾客 这才发现其余洋溢着笑脸的七八人 全都是秦宇和刘月的发小 其中还有两名女性 秦宇很熟练地跟女孩打招呼 还介绍说 我老婆她们公司的网红可多了 到时候让她给你联系联系 看看能不能去她们公司 刘月则笑着催那个女孩加我微信 女孩笑意盈盈走到我身边 细声细气叫我姐姐 说特别感谢我能来她的生日会 一切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秦宇之所以会这么快跟我道歉 之所以提出让我松快松快 不过是因为她哥们的三想当网红 而我所在的公司培养了很多网红 而她之所以着刘月 也不过因为刘月是她的甲方 拿捏着她在公司的业绩命脉 我只是秦宇用来讨好她哥们刘月的工具 讨好的方式是讨好刘月的三 望着女孩那张粉红的脸和秦宇英切的表情 我只觉得一切都令我恶心 想吐的感觉令我本能地转身 想要往外冲 我一刻都无法再在此地停留 见我要走 女孩马上撅起嘴 而刘月马上冷了脸 秦宇则心领神会一样伸手拦我 我执意要走 推开秦宇的手 却因为跟她拉扯 不小心撞到了餐桌上 站立不稳 我本能地去福 却又不小心打翻了餐桌上的一瓶洋酒 随着酒瓶落地 全场鸦雀无声 紧接着女孩挖的一声哭了 我的十九岁生日 女孩一哭 众人都围上去安慰她 我则趁机直接跑进了卫生间 从卫生间出来 我才发现秦宇和刘月居然一起在门口等我 我要走 秦宇就拦我 问她想干什么 她反问我想干什么 苏和 今天是乐歌女朋友的生日 你这么闹想干什么呀 人家好心好意情 我们来一起庆祝生日 你倒好 拖着个死人脸还把那么贵一瓶酒打翻了 你知道那瓶酒多少钱吗 九十八 零零零九八 零零零 秦宇气急败坏 就差指着我鼻子了 刘月则阴阳怪气和解打碎了酒 我不怪你 但是你把我的女人弄哭了 我今天就得找你说到了 第一 我不打女人 第二 我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只要你给雪儿敬一杯道歉酒 我不用你赔 望着这两个恬不知耻的男人 我的胃又在翻滚 但我必须把我的心里话摔到他们头上 我跟秦宇说 你知道你为啥不如刘月吗 刘月为了个三都能出来逼迫你老婆道歉 你还帮着刘月 你这辈子就当刘月的狗吧 又跟刘月说 九万八是吧 你老婆知道你在外面花九万八买酒给三喝吗 你一个坠绪不守好难得出来丢人现眼 我看你是好日子不想过了 刘月被我骂中心事 立刻翻了脸 上手就把我往包间里拖 秦宇 你老婆你自己不会教育 今天我就替你教育教育 我剧烈挣扎 可无奈没有刘月力气大 只能被她拖进了包间 见我被拖进来 年轻女孩眼中闪过一丝嘚瑟 刘月等秦宇也进了门 让其他人把我摁住 就去把门反锁了 其中一个一边使劲 牵住我的手 一边劝我服软 就到个歉的事 你非搞成这样 这是图什么呢 赶紧跟刘哥说句软话 这个事就过去了 我冷冷地弯了他一眼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 你还是担心 你自己吧 除非你们今天晚上把我杀了 否则连秦宇算在内 有一个算一个 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刘月一个坠序 可包庇不了你们犯罪 牵着我手的人 明显被我吓倒了 连摁着我的手都松了 我了解秦宇的这些朋友 有一个算一个 都是酒囊饭袋 别看平常在女人跟前 腰五喝六的 但真让他们到警察跟前走一趟 保管下的话都说不利索 他们现在这么对我 不过是因为从前没有遇到过跟他们硬杠的女人 他们从前就看不惯我学历比秦宇高 看不惯我挣得比秦宇多 更看不惯秦宇对我好 刘月听他老婆的话 那是因为他老婆有个好老子 我有什么呢 不过是个县城穷酸老师家的闺女 凭什么也要把尾巴翘到天上去 他们看不惯 所以他们要把我的尾巴摁下来 可惜他们小瞧了我的世界里就没有服软二字 小时候我奶奶不喜欢我 污蔑我偷东西 我爸差点没打死我 我也咬死不认自己偷了东西 不但不认我 还破口大骂我乃是个老巫婆 骂我爸是个乌龟大王八 骂偷东西的死全家 边瞎话得不得好死 骂到前屋后社都知道我爸要打死他的亲闺女 我乃是我们那片有名的泼妇 但在我面前也得甘拜下风 如果这些人知道我的名头 我想 他们肯定不敢来惹我 在我的威胁下 那些人很快就放开了对我的钳制 我冷冷地瞥了一眼秦宇源 打算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然后再送他们报复大礼包 但刘月显然不打算放过我 他脸上浮现出恶毒的笑意 对着秦宇说 秦宇 你老婆可真是让我开了眼了 得管不好你老婆 以后就他妈别跟我们一起玩 秦宇脸上骤然一僵 而剩下的几个狗崽子也心领神会 兄弟假说 可原来我以为找个大学生老婆 能有啥不一样呢 原来真的不一样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还不如找个懂事的漂亮姑娘 兄弟一说 你这是找老婆吗 你这是找了个老妈呀 天天管东管西 这不让干哪 不允许你们俩睡觉 是不是 他也得在你上头啊 其他人哈哈大笑 秦宇脸色已经黑如锅底 刘月嘖嘖有声 人家是个独立女性 我原本以为她受的教育多 现在看还真的不够多 我知道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想激怒秦宇 逼她对我动手 这样既收拾了我 又跟他们撇清了关系 好笑的是 他们也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我分明看见秦宇的拳头都捏起来了 她被他们的话刺中了心脏 可见他们说的正是素日里秦宇所想的 我望着眼前的秦宇 突然想到一句话 人不是一下子烂掉的 每一个人的腐烂都是从根部慢慢腐蚀向上 等到外表都能看到烂斑的时候 恐怕这个人已经烂到根了 可笑的是 就在今天白天 我还在试图挽救我们的感情 我根本不知道我爱的那个人早就死了 就在这时候 刘月发话了 他问秦宇 当着这么多兄弟的面 今天你是自己教育你老婆 还是我替你教育秦宇 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但很快就说他自己来教育 在我的怒视中 秦宇慢慢向我走来 立声问我 你道歉还是不道歉 我用出全身力气告诉他 我们离婚 傻逼 我转身就走 秦宇在我身后大喊 你给我站住 我当然不听他的 秦宇跟上来扒拉我 你说什么 离婚 你搞得我在兄弟面前毫无面子 你还敢提离婚 他们说得对 你这个女人就是欠收拾 秦宇高高扬起地手甩在我脸上 我猝不及防 被打了一个耳光 你今天必须给刘月道歉 你不道歉 就甭想给老子离开这儿 从小到大 这是我第一次被人扇耳光 与疼痛比起来 更多的是羞耻感 我的脸上像起了一层火 我发愣的时候 秦宇像打上了瘾 另一个耳光又狠狠地甩了过来 就你长嘴了 你不是刚吗 不是矫情吗 今天老子就治你的公主病 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脸上的肌肉都在颤动 显然是恨我恨到了极处 而刘月和他的兄弟们 则意犹未尽地看着这一切 他们每个人眼睛里都闪烁着期待 嘴角带着隐秘的微笑 就差给秦宇摇旗呐喊了 揍他 揍他 狠狠地揍他 这个女人就他们的欠揍 我仿佛听见他们心底的声音 这是一群男人对一个女人围猎的狂欢 我知道我应该退避 但我实在太生气了 就凭他们是男人 他们力气大 我就该退避吗 去他们的 我仿佛听见我血管里的血流爆破的声音 我冷冷地望着秦宇道歉 我狠狠顶上他的裆部 在他发出的哀嚎中 我说好 我道歉 我随手操起最近的酒瓶 框一声 就往刘月的头上甩去 这么道歉 够不够一个盘子飞向狗腿子甲 淋了他一头菜汤 这样够不够 一个水壶飞向狗腿子椅 烫得他嗷嗷叫唤 还是这样 一时之间 整个包厢里 噼里啪啦 想做一片 服务员很快破门而入 被里头的景象惊呆了 而我抓紧最后的时间 用酒瓶又给了秦宇一下 把他整个砸懵了 道歉 你们这群狗比配吗 你和你这帮所谓的兄弟 不过都是刘月的狗 你们这群狗仔子长得像个人 其实猪狗不如 你们尚赶着给刘月的三过生日 不就是因为刘月是你们的甲方吗 为了点钱脸都不要了 管三姐叫嫂子 这么喜欢三姐 怎么不领回去给自己当妈呢 一群围着屎巴巴的苍蝇 恶心我当着这群人的面 把他们有意地面具戳破 令在场所有人都很没脸 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又尴尬又愤怒 精彩极了 因为我们砸坏了酒店的东西 酒店方面爆了 警察很快来了 我立刻揪住秦宇 把他和他兄弟们一起暴力 对我的事情全说了 因为要做笔录 除了我和秦宇之外 饭局上所有人也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刘月和那群乌合之众事前后较劲的派出所 他们一起大摇大摆走进来 仿佛很笃定警察们不能拿他们怎么样 秦宇则一直在看刘月 我知道他这是习惯了做事前看刘月脸色 可刘月看都没看秦宇 深渊一样跟警察说他是个守法公民 绝对没做违法违纪的事情 原本今天我是叫一帮兄弟来一起乐喝乐喝 谁知道秦宇和他老婆当着所有人面就吵起来了 吵着吵着秦宇的老婆要走 我当大哥的不能不管刘月的谎话 张嘴就来 我就想让他俩把心结打开 才把他老婆劝回了包厢 可能我动作大了一些 毕竟我是个操老爷们 但是我真没打他 绝对没有动手 说着说着 他脸上居然还显露出一丝丝委屈 你们可以看录像吗? 饭店走廊都有录像 等他说到这句话 我才意识到 刘月就是笃定了他对我的拉扯够不成证据 才敢明目张胆地信口辞黄 警察应该也是见惯了这种无赖 很快将他和其他人分开 让他们分别去做了笔录 与此同时 另一对警察也调阅了酒店走廊的监控录像 可据执法的同志说 监控录像只能证明 刘月拖着我进了包间 并不能证明 他打了我 而且其他人的笔录也都声称 我和秦宇本来就在吵架 并不是因为饭局上的事情吵 警察们很同情我的遭遇 但因确实没有他们打我的证据 最后只好把其他人都批评教育了一番 就让他们走了 而秦宇虽然打了我耳光 可我也用酒瓶砸破了他的头 警察判定我们这属于互殴 如果两个人都同一条解 就可以直接签字走人 因为想着我应该尽快把孩子带走 我选择了同一条解 从派出所出来之后 秦宇居然第一时间给刘月打了个电话 尽管电话那头的刘月根本看不到秦宇的样子 但秦宇还是在点头哈腰着跟刘月道歉 夜里安静 我听见电话那头的刘月说 闹成这样 咱还怎么处你老婆 这要牛逼 我看你也不需要我这种兄弟 哥 奉劝你一句 老婆你还是要管好 不该说的不要说 要不然动不动搞到派出所大家都扫兴 秦宇一个劲儿叫哥说自己错了 可对面还是挂了电话 我冷冷听着这一切 痛快地朝停了一辆出租车 在车上我更坚定了一件事 刘月和那些狗腿子们必须被我整倒 我要让他们不死也掉十八层体 至于秦宇 我更加不会让他好过 但现在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只能暂时再忍一下 回家之后 婆婆和孩子已经睡了 我开始迅速收拾行李 准备带着熟睡的孩子一起离开这个家 我已经打定主意先转移孩子 再跟秦宇谈离婚 可就在我马上就要离开家的时候 秦宇回来了 他手里捏了两个空酒瓶 醉眼通红 嘴里骂骂咧咧 把这一切怨到我头上 姓苏的 你体验有好日子 不过非要搅和是吧 你看我兄弟多 路子广 马上就要比你挣钱多了 你体验故意坏我是不是 你知道 我为了让刘月 把喜护这块的渠道 给我费了多少劲吗 我在他面前低三下四 我为了谁 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你怎么就不能低一低头 让你去给刘月的女朋友 过个生日就这么难 怎么别人都能过 偏偏你不能 搞砸了 全搞砸了 期待 一切都被你搞砸了 说着说着 秦宇哭了 看他这副窝囊模样 听着他这混乱的逻辑 我觉得 我们根本无法交流 就在我想尽快摆脱他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了我的行李箱 继而突然大怒 苏和惹出来这么多事情 你想一走了之 你把我的生活全毁了 就想走 没门 借着酒禁 他挡在我身前 我动一步 他躲一步 无奈 我只好平静地跟他说 你喝醉了 有什么事等你清醒了再谈 秦宇好像从我脸上看出了某些苗头 他很敏锐地问 你不会是真想跟我离婚吧 我没有否认 而我的不否认令他面上灯时就清金四起 臭 你凭什么跟我离婚 你凭什么不要我 不知为什么 就在秦宇叫我臭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来他跟我告白的那天 我们第一次一起看电影 电影结束 他跑到台上 当着所有观众的面请求我跟他在一起 当时他说他会给我幸福 绝不让我受委屈 台下虽然都是素媚停生的陌生人 但有好几个女孩都被感动哭了 才没过几年 当年这个人如今不但家暴我 还管我叫臭 秦宇直勾勾盯着我 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回答 因为现在的你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你了 所以我要离婚 他仿佛听不懂一样 呆愣愣看我 当初我嫁给你什么都不要 就是图你对我好 现在的你除了伤害我 什么都给不了我了 所以离了我尽量平静地去表达 但其实内心非常悲伤 听了我的话 秦宇的表情突然僵了 但很快他就开始疯狂大笑 苏和 苏和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跟我说这些屁话 嫁给我你还想要啥 你一个跟前男友同居了两年 跟二婚差不多的女人 除了我谁会要你 你TM肚子里死没死过人我都不知道 我娶你你还想让我花钱 真TM有意思 狂笑过后 秦宇久近上来 伸手就想掐我脖子 被我躲开 他已经完全醉了 虽然他倒在地上 却还在警告我 明天一大早你 就给我去跟刘月道歉 你不管想什么办法 都要求他原谅 否则我弄不死你 我苦笑 这个男人已经不算个人了 秦宇 明天醒了酒 咱俩去办离婚 听到离婚这两个字 秦宇一下子把手边的酒瓶 砸到了天花板上 孩子听到声音 吓得哇哇大哭 婆婆也被惊醒 抱着孩子跑了出来 见了婆婆 秦宇虽然站都站不起来了 但嘴却还硬着 给老子滚蛋 你滚了 可千万别求着回来 你带着一个赔钱货 我看还有谁会要你 我从婆婆怀里抱过孩子 拉着行李箱就走了 坐在去宾馆的车上 我泪流满面 但我也很清楚 我仍然是幸运的 还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 这让我和孩子不至于无处可去 孩子哭累了 睡了 我这才发现抱着孩子我的手一直在抖 我心里一直在思考秦宇到底怎么了 当年的他和现在这个他完全不是同一个人 我和秦宇是大学同学 我的初恋是他的室友 大四那年初恋劈腿失恋的我伤心催干一个人考上了上海的研究生 散伤饭的时候 秦宇过来加我微信 说他找到了上海的工作 以后我们都到了上海 说不定能有个照应 之后我们确实都去了上海 秦宇经常找我 请我吃饭 请我看展 我们才慢慢变熟悉 后来他追我 我才知道原来他整整暗恋了我四年 他说他是为了我才来的上海 并不是找到了工作 才来的上海 那个时候 我虽然有点感动 但总觉得他目睹了我和初恋的分和 怕他介意 但是他跟我说初恋 失去我是初恋不懂珍惜 他会珍惜我的 我还是没答应 直到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累到崩溃 发烧四十度 他扛着我去医院照顾了我一个多礼拜 他照顾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甚至连内裤都帮我洗 我很难不感动 我知道他家里条件一般 能力也一般 但我跟他在一起远就不是屠荣华富贵 我觉得我不缺头脑和手脚 什么样的日子靠自己挣不来 我选他 原本就图他对我好 就这样在上海打拼的第二年 正好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 我同意跟他回了他老家所在的二线城市 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他爸爸刚好动手术 他说 家里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问我能不能不给彩礼 我心疼他 同意了 他当时说取到我是他的福气 会一辈子对我好 现在看来是我太傻了 我竟然试图相信一个男人的誓言 我搂紧怀里的孩子 告诉自己 这是我最后一次允许自己为秦宇掉眼泪 从今以后 他在我的生活里就算翻篇了 我找了一家高档宾馆 安顿好孩子后 第一件事就是给刘悦的老婆迟娜娜打电话 告诉她今晚的事情 我知道这个地方的很多女性 对于老公出轨 一直是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只要你还肯回家 我便当外边的事情不存在 迟娜娜虽然是个富家女 但从前聚会接触下来 她也是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 我不知道告诉她 对 不知道她会不会怪我多事 但我总要尽我自己的心 如果她知道后跟刘悦彻底闹翻 至于她与我都是大好事一件 如果她知道后依旧选择跟刘悦继续过 那我也尊重她的选择 迟娜娜 听我在电话里将事情复述了一遍 整个过程她一句话都没说 等我全讲完了 那边也只回了我三个字 知道了 然后便把电话挂了 我叹了一口气 为没有争取到迟娜娜的统一战线 而感到一丝遗憾 但我很快便打起精神 准备好好睡一觉 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总会想到办法收拾刘悦的 第二天 等待我的果然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我还没睡醒 秦宇就给我打电话 她急事白赖地质问我 你是不是有病 为什么要跟刘悦的老婆说 昨天的事 刘悦她老婆 让她净身出户 你知道吗 刘悦 完了 她是我公司的大甲方 她完了 我也完了 你怎么就这么不盼着我好 娶了你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这个剧情走向我真是万万没想到 直接笑出了声 我的快乐刺激了秦宇 她像一只狗一样狂叫起来 还有脸笑 老子被你害死了 你知不知道我笑得更大声了 电话就是我打的 我就是想让你们这群狗东西付出代价 赶在她继续狗叫之前 我抢先挂断了电话 我神清气爽地起床 很快就接到了迟娜娜的电话 她问了我在哪 说要当面谢谢我 很快 我就在宾馆里见到了她 估计是经过一夜大战 她看上去略有一些憔悴 但却并不爱上 吃着老娘的 喝着老娘的 还敢给老娘玩花花 真是好大的狗胆 老娘不过是看她长得好 给她了个好脸 就想骑在老娘脖子上拉屎 真晦气 让她滚了清静 平日里文静淑女的迟娜娜 一口一个老娘 竟然丝毫不觉得违和 反而多了一丝潇洒 我忍不住表示 原来真实的你是这样的呀 这样可真好 迟娜娜看着我突然红了眼眶 我十八岁认识她 她说喜欢温柔淑女 我在她面前便在不肯高声说话 那个时候 她对我多好 她去当兵 每天都给我写日记 她当了四年兵 就给我写了一千多篇日记 天天都有 我心里都是我 她跟我求婚的时候说会一辈子对我好 谁想到这才多久 她就在外头养小三 她可能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感情 此时终于崩溃大哭起来 她哭得让我眼热 我将她搂在怀里 拍拍她的背 不瞒你说 秦宇也跟我说过 她会一辈子对我好 可能男人的誓言都是批发的 不值钱 迟娜娜在我怀里抬起头来 愣愣地看着我 连这种当兜上的 我们是不是傻逼 我是不是恋爱脑 会不会被骂死 我没有办法回答她这个问题 因为连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个傻逼 相信真心有什么错 错得从始至终都是那个辜负真心的人呀 施娜娜临走的时候给了我一套房子的钥匙 让我免费住 得知我的孩子暂时无人照看 甚至还贴心地介绍了她曾经用过的一个育儿嫂给我 让我过渡两天 这不比老公好使 我跟迟娜娜说 她是我永远的姐 她对我神秘一笑 这算啥 等我几天 真正的大理还在后头呢 看她促侠的表情 我不禁心里对刘月和秦宇捏了一把汗 我请了三天假 搬进了迟娜娜的房子 又将我妈叫来带孩子 就在我以为我的新生活步入正轨的时候 秦宇差点又将我送入深渊 恢复上班第一件事 我就是给秦宇打电话 约她谈离婚的事 谁知道她在电话里又跟没事人一样问我 为了这么点小事你就离婚 至于吗 不仅如此 她竟然还有脸到我公司找我 她仿佛已经忘了那些发生过的不愉快 甚至还给我带了一束花 那是我最喜欢的白玫瑰 足足有九十九朵 这是婚后再没有过的待遇 我还记得婚后第一个情人节 她请我看电影 我望着几乎每个女孩手里都捧着的玫瑰 问她我的花泥 她却嬉皮笑脸地表示 都老夫老妻了 还买那玩意干啥 怪浪费的 马上就要有孩子的人了 得学会节约了 那个时候 我心里不是不生气的 但为了不扫兴 也都忍了下来 现在我望着她手里的玫瑰 只觉得讽刺 原来她不是不知道什么东西会让我高兴 只是在那时那刻 她不想罢了 她将玫瑰呈到我面前 脸上是熟悉的嬉皮笑脸 哎呦 还没消气呢 你这气性也太大了 出轨的又不是我 你至于离婚吗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心里只有你 离了你我都活不下去 你跟我离婚 你舍得呀 她将那捧玫瑰塞到我手里 富裕的香气熏得我想吐 我没有接玫瑰 任玫瑰掉到地上 秦宇脸色一沉 但很快便弯腰 将玫瑰捡起来 又要塞给我 我打你是我不对 但你也打了我 是不是 你打得我还更严重呢 我都气消了 你还气啥 再说了 我也不是无缘无故发火 是不是 我那天发火 是因为你太任性了 就拿刘月这事来说 我八戒刘月的三为了谁 还不是为了咱这个家我就能受委屈 你咋就不能受 你都是做妻子的人了 怎么就不能为我吃一点委屈呢 她的话实在让我恶心透顶 她的这套腐烂透顶的价值观 从前我只是揣测都觉得恶心 现在她竟然理直气壮地拿到我面前来要跟我邀功 我忍无可忍 让她滚 秦宇大概觉得她的面子又受到了挑衅 脸色重新变得很难看 你差不多得了 这句话的前台词分明是别给脸不要脸 我直视着她 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让她滚 整个公司同事的视线纷纷向我们聚焦 秦宇勃然变色 你别后悔 我说明天民政局离婚 谁不去谁是孙子 第二天 我去民政局等她离婚 但是却接到了我妈的电话 说秦宇趁她带孩子下楼的功夫 把孩子抢跑了 还没等我给秦宇打电话 秦宇竟然给我发了一段视频 视频里 秦宇正摁着孩子的屁 故打孩子哇哇大哭 而秦宇边打边骂 让你不学好 什么玩意都吃 不给你个教训 你就不知道什么是规矩 我惊怒娇家 万万没有想到 秦宇这个王八蛋 竟然会用孩子威胁我 孩子哭得我心都碎了 我给秦宇打电话 质问她对孩子做了什么 但秦宇却吊儿锒铛地表示 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 离婚可以呀 孩子归我 不是我说 孩子被你都惯得不成样子了 离婚之后 我可得好好教育教育她的重音 落在教育上 刹那间 我明白了秦宇的同意 她在用孩子要挟我 不准跟她离婚 这个流淌着我们的血脉 本应是我们爱情见证的孩子 此时成了她刺向我的血淋淋的刀 但是这把刀是如此好使 理智告诉我 此时最明智的做法 是拿出不在乎孩子的态度 哪怕假装也要装出不在乎 可是我做不到 这是我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宝贝 是我日日夜夜呵护着长大的心肝 我怎么可能不在乎 我听见自己尖利的声音 秦宇 你有什么冲我来 她才一岁 你在感动她 我一定让你付出代价 秦宇冷哼一声 苏赫离婚 我是不会放弃孩子抚养权的 现在才刚开始呢 她怕一声挂断了电话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迅速想办法 孩子才一岁 在我有经济能力抚养的情况下 孩子判给我的可能性非常大 但如果秦宇胡搅蛮缠 坚决主张孩子的抚养权 孩子判给他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我不敢赌这个可能性 秦宇恨我 他不会对孩子好 孩子判给他 只会让孩子成为他手里的人质 我现在无比后悔生了这个孩子 将自己和孩子陷入今天这个孤立无援的境地 但是我是妈妈 我必须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 冷静下来之后 我还是先报了 警察同志虽然对我的遭遇深表同情 但这场强子风波还是毫无意外地被定性为家庭内部纠纷 第一 我跟秦宇还没有离婚 现在孩子是我们共同的孩子 他作为孩子的父亲 有权利抚养孩子 第二 秦宇打孩子的视频也无法定性为家暴 因为从视频上来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家长因为孩子做错了事而教育孩子的一个常规手段 我跟警察强调 秦宇是在用孩子威胁我 警察爱莫能助地看着我 您的心情我们理解 但是现在侵害并未发生你们大人的矛盾 建议你们好好协商 不要牵扯孩子 以免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 秦宇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警察同志 我老婆就是神经病 她就是被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田园女犬给洗脑了 整天在家里找事 无缘无故闹离婚 让孩子受苦也就算了 现在竟然还胡乱往我头上扣帽子 真是冤死我了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 为了孩子 我还是愿意再给她个机会的 只要她不再提离婚的事 我们就还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多好 相亲相爱四个字直接给我整笑了 再次跟警察确定眼下的情形属于家庭内部纠纷之后 我离开了警察局 秦宇追上我 对我冷笑 我劝你别整别的幺蛾子 你跟你妈孤儿寡母的 拿什么跟我斗 哼 原来如此 她早就计划到了一切 我妈早年跟我爸离婚 我是独女 又是远嫁 看上去我们在这个城市 甚至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可以被随便欺负的杂草 但她算错了 我妈是乡村女老师 她在教书的时候不知道帮过多少留守儿童 那些孩子都叫我妈留妈 现在这些留守儿童散落在各地 但只要我妈召唤 他们就会随时出现 我妈挨个给他们打电话 他们有男有女 有大老板 也有农民工 曾经我妈把属于我的饭分给他们吃 把属于我的衣服分给他们穿 现在他们要来守护我了 我们一行人十二辆车 直接冲进原来的小区 趁我婆婆在外面遛孩子的功夫 把孩子抢走了 我让我妈带孩子先走 我婆婆哭天腔地地给秦宇打电话 不久之后 秦宇从楼下窜下来 然后我的兄弟姐妹们一窝蜂地上去摁住了她 让我一顿乱扇 很快 秦宇的脸变红肿不堪 鬼哭狼嚎 我边删边骂她 我看你妈把你惯得不成样子 一点难得都没有 你妈不教育你 我只好替她好好教育教育你 棍棒底下出贤夫 我可都是为了你好 我想好了 你不是不想离婚吗 我也不想离了 我觉得这么揍着你玩挺好 以后 我生气了 不高兴了 我就把你拎出来揍一顿 疏干解气 等我揍完了 秦宇也被放开了 她指着我破口大骂 毒妇 我要报警 我要把你们都送进去 我嘻嘻一笑 随便报吧 随即我又在兄弟姐妹的护送下直接上了楼 这个房子的装修 家电 全是我的 陪嫁现在要离婚 我当然不能便宜了秦宇 我噼里啪啦一顿乱砸 主打就是听一个响 秦宇和我婆婆心疼得差点晕了过去 他们报了警 但虽然我们人多 但真正动手的只有我一个 其他人充其量算是壮胆和拉架的 而且秦宇的伤虽然看着骇人 但只是被删耳光 除了疼点 也并没有给她的肉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侵害 况且我还拿出了房子装修购买家电的收据 所以这场闹剧最终还是被定性为家庭纠纷 希望我们内部解决的方式就是 秦宇要求离婚 房子钱你一个也别想要 我哈哈大笑 你的破房子我住在里头还嫌晦气 留着给你当棺材吧 存款你少给我一分 那正好我还不离了 我觉得奏着你玩也挺好 毕竟咱俩有那张正 我怎么奏你都是家庭内部纠纷 看着秦宇灰白的脸色 你甭说还挺过瘾 还没等我跟秦宇彻底领离婚证 我又接到了迟娜娜电话 让我去接受惊喜 我被车接到饭店的包厢 发现迟娜娜把那天欺负我的所有人都聚集在一起了 也包括秦宇 他让他们挨个跟我道歉 两组队互相扇巴掌 谁的巴掌扇的响就代表谁毁过的心最实在 我这个人喜欢实在人 谁最实在就跟谁签合同 那些狗腿子们 原先为了合同 可敬八戒 刘月 现在为了合同 就可敬护山 刘月和秦宇组队 直到他俩互相把嘴巴扇出血 迟娜娜才喊了停 他笑嘻嘻地转头看我 你看他俩像不像狗啊 你别说 还真像 他又转头问那俩狗 你们到底离不离 那两人痛哭流涕地表示 离 我们一起去民政局领了离婚证 虽然还有三十天冷静期 但我想 他俩谁也不想冷静了 反外 从民政局出来 刘月和秦宇打起来了 刘月骂秦宇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从小就是个窝囊废 长大了 还是个废物 秦宇骂刘月 不过是卖屁股的软饭男 现在连屁股都卖不了了 有什么资格说自己不愧是好兄弟 他俩骂起来 句句都往对方心窝子上戳 两人越打越凶 最后 刘月捡起水果摊上的刀 划了秦宇的腰子 秦宇破了肾 刘月进了监狱 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